第四十一章公法殿 这名白发长老一走 全场的弟子这才回过神来 目光齐刷刷看向了黄龙和林子霄 充满了浓浓的羡慕 嫉妒还有一缕敬畏 黄龙呲牙一笑 视若无睹 转身静止离去 反倒是林子霄 脸上挂着笑容 走入弟子人群之中 与诸位弟子 坎坎而谈 看似亲切 但脸上那一抹傲然 谁都能够察觉出来 哼 肖清雪看到这一幕 脸色露出了一丝厌恶 这个林子霄真是虚伪 现在在肖清雪的心中 对林子霄的讨厌程度 已经和茉莉一个等级 秦男却仿佛没有听到 他的埋怨一样 双眼泛着一丝神光 道清雪师姐 给我讲讲这个功法殿 如何 肖清雪见到秦男这番模样 不经玩耳一笑 这个秦男 不愧是天生武痴 一旦涉及到有关武技方面的东西 其他种种一切 全部都会抛之脑后 不过 这正也是肖清雪 欣赏秦男的地方 这玄陵宗的功法殿 里面拥有的可不仅仅只是武技了 肖清雪四笑非笑 在这里面 还有玄陵宗各大强者 所留下的修炼笔记 极其珍贵 至于功法殿里面的规矩 你进去之后 你就明白了 各大强者留下的修炼笔记 秦男双全 情不自禁地握紧 心中唯唯有些激动 要知道玄陵宗乃洛和王国四大宗门之一 历史悠久 比运雄厚 从玄陵宗内走出的强者 数不生数 若是如此 那这功法殿里面 将拥有多少本强者的修炼笔记 见到秦男这番模样 肖清雪哭笑不得 当下直接道 这一次你去功法殿 记住五天之后 必须给我出来 到时候 我会在功法殿门外等你 说到这里 肖清雪的神色 变得严肃起来 又道 秦男 你现在的修为 实在是太低 不能一心沉浸武技 必须要提升修行 秦男文言脸色一正 立刻道 放心吧清雪 五天之后 我一定过来 见到秦男答应下来 肖清雪微微松了口气 随后准备叮嘱几句 起之道一抬头 就发现秦男的身影 已经在原地消失不见 秦男得知功法殿 拥有无数强者修炼笔记的时候 根本不想再耽误任何时间 直奔功法殿而来 没过多久 秦男便抵达功法殿 只见到一座巨大的宫殿 形如宝塔 拔地而起 共有八层之高 送入云霄 在这宫殿的上方 似乎还有着一尊无形的大阵 正在运转 使得这宫殿乍看之下 极其平凡 但是久看之下 心中竟会生出一种渺小尊敬之感 此时 在这宫法殿的大门口 坐着一位和蔼老者 这名老者的面前 已经聚集了促十个心境弟子 这名老者 秦男眉头紧锁 自从他战神之魂达到黄极八品之后 他的双眼就多了一丝玄妙的力量 现在在他的双眼之下 这名看似如同林家老人一般的和蔼老者 体内竟然孕育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要比出现在白玉道场的白发长老 更为恐怖 更为可怕 没想到 这个宫法殿守门的老者 修为竟然还要超过玄灵宗的长老 秦男生深地吸了口凉气 心里暗道一声 连忙收回了眼神 很快 那十几名弟子全部进入了功法殿 轮到了秦男 秦男大步一踏 来到这和蔼老者面前 拱手道 弟子秦男 拜见长老 和蔼老者抬起头 那一对深邃的眼睛 似笑非笑地打亮了秦男一眼 道 我可不是什么长老 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子 你以后叫我单老就行了 秦男是吧 很不错的年轻人 速速进去吧 秦男听到这句话 心里顿时一领 这名单老 似乎知道自己用双目盔探过他 这个念头一闪而逝 秦男也没有多想 连忙道 多谢单老 说完之后 他没有继续逗留 立刻就踏入了这功法殿的大门之中 单老看着秦男离去的背影 那浑浊深邃的眼神之中 闪过了一道金光 低声一笑 有意思的弟子 才区区脆体五重 竟然就能窥探我 有意思 有点意思 秦男刚刚踏入这功法殿的第一层 就被眼前的这一幕 给彻底震住了 只见到功法殿的第一层 就像是一座水晶宫殿一样 地板书桌 台阶等等所有东西 都是用一种透明的水晶 铸造而成 让人眼花缭乱 不仅如此 在这第一层的书桌上 摆满了无数的古籍 每个古籍上面 都标着四个大字 终极武器 呼 秦男深深地吸了口气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眼神中涌起了一丝兴奋和期待 这第一层就摆放了 至少上万本的终极武器 那么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甚至第八层 摆放的将是 何等强者的修炼笔记 要知道 哪怕是七海径巅峰的存在 都必须要依靠终极武器 唯有修为达到了武王 终极武器才没有丝毫作用 算了 不想了 先看看这些终极武器 如果有合适的话 我也可以挑选一本 秦男很快收回了新神 连忙翻阅起来 这一翻阅 就是足足五个时辰 在这五个时辰之中 秦男都沉寂在了这些终极武器之中 虽然他并没有将其学会 但是观看这些终极武器的修炼方法 也极大的提升了秦男的见识和经验 这些终极武器 都非常强悍 但是 竟然没有刀法 秦男回过神来之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刚才在五个时辰之中 至少浏览翻阅了上千本的武器功法 但是根本没有发现一本刀法武器 再继续找找 秦男很快定下心来 准备继续寻找 不过就在此时 突然间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我倒是谁啊 这不是秦男吗 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啊 刚刚离开白玉道场 就在这里碰上了 秦男转身一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林子肖 不仅仅只有林子肖 在林子肖的身后 还跟着促使为心境弟子 声势浩大 如同众星捧月 秦男眉头一皱 在林子肖身后的这些心境弟子 他都有些印象 都是需要警惕的天才 只不过让秦男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林子肖就将这些天才收服 原来是林子肖啊 秦男依然没有给丝毫面子 淡淡道 你有什么事 若是没事 我就走了 话音刚落 秦男直接转身 抬头便走 林子肖和那十几位天才弟子 看到这一幕 都是双目冒火 这个秦男 竟然如此嚣张 说走就走 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林子肖尽管心中怒火 但也不敢在这里出手 当下就冷笑一声 激嘲道 这么急着走干什么 难道你是怕了 李秦男不是很嚣张吗 我原以为你有点本事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没有了肖清雪的庇护 就显现原形 露出了垃圾的本来面目 秦男脚步一顿 眼神中顿时涌起了一抹寒光 第四十二章斗舞 对于林子肖 秦男现在已经动了必杀之心 本来他和林子肖之间 就没有任何恩怨瓜葛 但是此人为了巴结茉莉 便对他百般刁难 嘲讽 想必如果不是碍于玄灵宗门归 恐怕这个林子肖 还会对他出手 不过秦男没有冲动 毕竟现在的林子肖 有着黄极九平武魂 修为达到了脆体境八重 他还远远不是对手 既然在武力上不对手 那么在说话方面 秦男对于仇人 向来不会客气 当下就转过身来 冷笑道 林子肖 你除了会仗势欺人 还有什么能耐 黄龙找你约战的时候 你一声不吭 胆小如鼠 清雪师姐发怒的时候 你视而不见 更是畏惧到底 如此懦弱的你 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说我 秦男说话的语速极快 像是一连串的雷珠 迸发而出 击打在林子肖的身上 林子肖等人听到这一席话 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秦男这一张嘴 竟然是如此犀利 尤其是林子肖 现在只感觉胸口一股恶气 不断汹涌起来 但是他又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反驳 憋得无比难受 满脸阴沉 秦男 憋了好半天 林子肖终于憋出一句话来 从喉咙中低吼而出 杀气腾腾 你在我的面前 不过是一个垃圾 是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对我叫嚣 现在林子肖 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孔 拳头死死钻井 发出了砰砰炸响声 恨不得立刻出手 将秦男这的胆大狂徒 直接杀死 但是 玄灵宗门归森严 饶视林子肖 在如此暴怒之际 他也不敢乱来 只能忍耐着 功法殿内 静止大声喧哗 就在此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起来 震得林子肖等人脸色一变 这个话音刚落 众人只感觉眼睛一花 一名老者 就凭空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名老者赫然就是守在五级阁大门之处 负责弟子登记的丹老 丹老扫了一眼脸色震惊的秦男 林子肖等人 淡淡道 如果你们之间 彼此有所仇恨 可以选择斗舞 用斗舞来分出高低 分出胜负 倘若你们不进行斗舞 再敢大声喧哗吵 便是违规处理 逐出功法殿 众人的表情 依然恶然 毫无疑问 他们都被丹老的凭空出现这种恐怖手段 给彻底震住了 秦男也被震住了 不过他之前早就知道这个丹老 非同寻常 所以很快就恢复过来 连忙到 丹老 弟子以后不敢再犯 林子肖等人也连忙醒悟 额头冷汗连连 立刻道歉 能够凭空出现的恐怖人物 他们岂敢忤逆得罪 秦男说完之后 没有理会林子肖等人 而是拱手问道 丹老 不知道刚才您口中的斗武 是怎么回事 对于林子肖 秦男既然已经动了必杀之心 那么只要条件允许 秦男必定要对此人进行雷霆打击 正是因此 秦男才会问出这句话来 丹老淡淡一笑 道 所谓斗武 就是鄙视武技天赋 每个人诞生下来 武技天赋 都分有高低 在我们功法殿内 便有一块蓝海月牙石 可以测试武技天赋 从而分出高低 丹老的话音刚落 秦男还没有说话 林子肖就立刻开口了 道 比试武技天赋 嘖嘖 这个斗武 当真不错 说完之后 林子肖又抬起头来 几乎用一种比试的眼神 看着秦男 道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不如我们就来的武如何 说到这里 他唯唯一顿 清滅一笑 当然了 我可不强迫你 毕竟你只是一个垃圾 武技天赋差 也是理所当然 林子肖这一番姿态 几乎现场的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林子肖的武技天赋 非常强大 导致他如此自信 的确正如众人所猜测一样 林子肖的武技天赋 非常强大 除了天生武技天赋强大之外 林子肖还远远不止如此 他所拥有的御肖武魂 不仅能以肖生杀人 还能以肖生辅助自身 提高感悟精神 增强武技天赋 完全可以说 在武技天赋方面 哪怕是遇到黄极食品 甚至是玄疾武魂的爵士天才 林子肖也丝毫不惧 正是因此 当林子肖听到丹老所说的斗武 差点都笑出声来 这个斗武 根本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在场的弟子 都看向了秦南 眼神戏虐 林子肖表现得如此自信 必定是有着极其强大的武技天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秦南是会溜溜离去 还是与之一战 自取其入 林子肖见到秦南沉默 没有吭声 浑身的气焰 更为嚣张 怎么 秦南 你敢不敢 不敢的话 就给我滚 秦南看到他这般模样 突然笑了 道 你想和我斗武是吧 很好 我答应你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说到这里 他语气微微一顿 在笑容之中 露出了一丝争鸣 既然要斗武 那么必然要来一点堵住 谁输了 这一生都不得踏入功法殿 此言一出 林子肖和那群弟子的脸色 都唯唯一变 就连丹老 眉头也是一条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在林子肖如此自信 秦南的情况之下 秦南居然开出了这样巨大的赌注 谁输了 一生都不得踏入功法殿 这个秦南 他是不是疯了 秦南见到众人沉默 当下冷冷一笑 把林子肖刚才所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奉还出来 怎么 林子肖 你敢不敢 不敢的话 就给我滚 林子肖等人的脸色 立刻变得极为难看 林子肖深深地吸了口气 脸色阴沉得几乎快滴出水来 如果他今天不敢应战的话 那么从此以后 在整个玄灵宗内 他林子肖将没有任何地位和脸面 所以 这一战 他必须要接下来 很好 那我就跟你赌 林子肖阴森一笑 道 既然你自己想要一辈子都不进入功法殿 那么我必然要帮你一把 等等我就要看看 你这个垃圾 有什么能耐 林子肖浑身的气势 再度汹涌起来 他武器天赋 生来强大 还有黄吉九平武魂玉肖相助 他有什么道理惧怕秦楠 哪怕这个秦楠 真有几分本事 那又如何 林子肖可不相信 这个秦楠的武器天赋 比他还要强大 但老山深地看了秦楠一眼 随后笑道 既然你们二人 都没有意见 那么斗武正式成立 在这途中 如果谁敢反悔 那么终生不得踏入功法殿 好了 现在就在这里 进行斗武 第四十三章 傻了 吃了 呆了 但老此话一出 整个一楼大殿的新晋弟子 全部都被吸引起来 在白玉道场的时候 林子肖和秦楠的矛盾 他们一个个就有目共睹 所以现在两人进行斗武 他们自然就来了兴趣 只不过他们这些新晋弟子 没有一个人看好秦楠 嘖嘖 这个秦楠 胆子还真大啊 这样的堵住他都敢下 他到底有什么底气 我看啊 这个秦楠 完全就是冲昏了头 我也觉得是这样 林子肖可是黄极九品武魂的顶级天才 他的武器天赋 秦楠能够比得过 这下子秦楠要倒霉了 一生都不能进入功法殿 哈哈 这也是他自作自受 在这四周的言论之下 林子肖的脸色 变得更加高傲 似乎这一场斗武 他赢定了 反观秦楠 脸色平静如水 仿佛没有听见四周的鸡巢一样 但老扫了众人一眼 并未多说什么 而是大手一翻 一尊巨大的石头 直接凭空出现了 只见到这尊巨石 约有一人之高 浑身碧蓝 如同海水一样 而在这石头的中央 悬挂着一轮残月 就好像是天空上的月亮 倒映在海面上一般 所有人的目光 都露出了一丝震惊 他们不仅仅是震惊这块石头 还在震惊这块石头 为何凭空出现 就连秦楠 也满脸诧异 这个丹老不仅能凭空现身 还能凭空拿出巨石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它又是什么身份 丹老对众人的震撼 不以为动 只是淡淡一笑道 这块石头 便是蓝海月牙石 只要你把手掌 放在这块石头上 蓝海月牙石 就会根据你的5G天赋 闪烁出不同的光芒来 在斗舞之前 我要提前跟你们说一下 蓝海月牙石闪烁的光芒 分为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七种色彩 赤色最低 以此类推 紫色最强 在场的心境弟子 都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当然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一个拥有着如此强大手段之人 难道还会出言欺骗他们 但老看了秦楠和林子肖二人一眼 道 谁先来 自然是我先来 林子肖满脸傲然 大步一踏 对着单老公公敬敬地举了一弓 随后再看向众人 目光最终落在秦楠身上 咧嘴一笑 满是轻蔑 秦楠 你给我瞪大眼睛 看看我林子肖的5G天赋 到底达到了什么级别 会焕发何种色彩 说完之后 林子肖底气十足 无比自信 伸出手掌 放在了那蓝海月牙石之上 只见到在手掌放在大石上的刹那 这蓝海月牙石上 突然发出了一道嗡鸣声 紧接着从石头之中 喷射出来了一缕浓郁的青色光彩 映射全场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林子肖的5G天赋 居然达到了青色级别 饶射丹老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诧异 道 星色光芒 这等5G天赋 非常不错 全场众人的眼神 再度变了 充满了震惊 能够得到丹老的认可 这足以说明 林子肖的5G天赋 非常强大 哈哈哈哈 丹老 我的5G天赋 可还不止如此 林子肖突然大笑一声 意气风发 无比傲然 只见到她的身后 在此刻九道黄光绽放起来 一道通体火红的玉霄 在那黄光之中 缓缓浮现 林子肖5魂释放之后 那火红玉霄 无人吹奏 竟是发出了一缕缕的消音 声音入耳 如思弦轻动 清脆纯净 让人大脑清零 神清气爽 这一刹那 蓝海月牙上释放出来的青色光芒 骤然间 变成了更为璀璨的蓝色光芒 刺得全场所有的心境弟子 眼神都微微刺痛 在沉没了足足三秒之后 整个全场 骤然火爆了 蓝色光芒 林子肖的5G天赋 竟然达到了蓝色光芒 天啊 林子肖的5魂 居然还有着提升5G感悟的妙用 思 黄极九瓶5魂 果然是无比强大 不仅仅是全场震惊了 就连丹老的眼神之中 都露出了一丝金色 道 天生青色5G天赋 除此之外 竟然还有5魂辅助 使得5G天赋 抵达蓝色光芒的地步 不错 不错 非常不错 饶是丹老 此时竟然都一连说了三个不错 光是从丹老的态度 就足以证明 这蓝色光芒的5G天赋 到底有何等的强大 哈哈哈哈 多谢丹老 林子肖大笑一声 对丹老失了一礼之外 目光直接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此时此刻 林子肖的目光 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不屑轻蔑 就好像是在看着一尊蝼蚁一样 道 秦南 你不是很嚣张吗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的5G天赋 能够达到什么光芒的程度 当然 你现在可以认输 只要你给我跪下来 磕十个响头 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这一生 依然可以进来攻法殿 所有弟子听到这句话 回过神来 都骑刷刷看向了秦南 他们一个个的眼神 都浮现出来了浓浓的不屑 鸡巢还有玩味 这个秦南 与林子肖的舞变霸 居然还自己提出来 说得人一生都不能进入功法殿 他这不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吗 在一旁的丹老 也是忍不住唯唯摇头 本来他觉得这个秦南 非常不简单 但是现在面对林子肖的舞技天赋 秦南势必输无疑 别人不知道 丹老却是清楚 在整个玄灵宗的弟子中 舞技天赋达到蓝色光芒之人 算上林子肖才只有区区三个 另外两人 都是玄灵宗的真传弟子 真正的超级天才 林子肖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可以如此嘲讽别人 秦南脸上露出了一抹深深的鄙夷 大步上前 道林子肖 你永远给我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以为 你蓝色光芒的舞技天赋 就天下第一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个想法 实在是太幼稚 你 林子肖的脸色一变 胸口一股怒火 顿时狂烧起来 这个秦南 怎么如此嚣张 到了这个地步 居然还敢口出狂言 难道你秦南的舞技天赋 还能超过蓝色光芒 达到紫色光芒不成 不仅是林子肖动怒了 四周的弟子 也动怒了 这个秦南 当真是不知好歹 到了这种地步 还敢嚣张猖狂 然而 就在全场震恶的时候 秦南伸出了手掌 放在了那蓝海月牙石之上 只见到在那蓝海月牙石之上 一缕淡薄的赤色光芒 缓缓地闪烁起来 黯然无光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傻了 包括丹老在内 赤色光芒 最为低级的舞技天赋 几乎所有人 都在这个时候 心里生出了 一股浓浓的荒唐之感 他妈的 最为低级的舞技天赋 这个秦南 居然也敢在那里叫嚣 还敢提出 书者终生不进功法殿的赌局 到底谁给他的勇气 到底谁给他的胆子 林子肖愣了足足三个呼吸的时间 随后才回过神来 他此刻原本胸口中满腔的怒火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巨大的滑稽 让他忍不住在这个时候 发出了惊雷般的狂笑 哈哈哈哈 我他妈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 赤色光芒 最为垃圾的舞技天赋 居然也敢这么削 林子肖的张字还没说出来 全场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到 那从蓝色月牙石中 漂浮出来的赤色光芒 在这一刻 像是发狂的野兽一般 骤然光芒大战 赤色光芒 瞬间变成了橙色 黄色 绿色 青色 蓝色 直到紫色 刹那之间 一股磅驳大气的紫色光芒 从那蓝色月牙石中 吞吐而起 汹涌上天 仿佛一尊爵士帝王一般 透露出来了一股浓浓的尊贵 席卷了整个功法殿的第一层水晶大殿 在这磅驳的光芒映射之下 整个第一层的水晶大殿 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紫色 整个大殿 化作一片紫海 这一刻 所有人都彻底傻了 湿了 呆了 第四十四章石头碎了 包括丹老在内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秦南的五级天赋 居然一下子从那最为低级的赤色光芒 变成了最为顶级的紫色光芒 林子肖瞪大着双眼 身体僵硬 脑海中只剩下了这璀璨无比的紫色 全场寂静 无人吭声 唯有那紫色的光芒 在蓝海月牙石上 不断地闪耀 终于 丹老回过神来了 只见到丹老的一双枯瘦的手掌 在微微震颤着 他那浑浊的双眼 露出了一丝巨大的战斗 还有一丝巨大的惊喜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有多少年没有出现五级天赋 达到紫色光芒的人了 秦南 丹老的声音中露出了一丝战音 率先打破了这偌大的死集 先将你的手掌收回去 你的五级天赋 超过了灵自肖 乃是最为强大的存在 这一次的斗舞 是你胜了 全场所有的心境弟子 听到这一句话 一个个终于回过神来 他们看向秦南的眼神不一样了 变得充满了尊敬 敬畏 就仿佛是在仰望着一尊爵士天才 不仅如此 他们心里还无比后悔 他们之前为什么要嘲讽秦南 他们竟然嘲笑一个拥有着顶级五级天赋的爵士天才 简直可笑 简直滑稽 林子肖也回过神来了 只不过他的眼神 依然呆滞 依然充满着不可置信之色 他林子肖居然败了 他林子肖居然败给了秦南 这个秦南的武技天赋 居然达到了最为顶级 甚至超越了拥有玄疾武魂的超级天才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 秦南对着丹老点点头 收回了手掌 这闪耀全场水晶大殿的紫光 这才从蓝海月牙石中消散下去 恢复了平静 秦南的眼神 落在了林子肖的身上 没有丝毫感情 充满了淡漠 这个林子肖 主动要和他比拼武技天赋 这也就算了 居然还百般嘲讽 他秦南天生武痴 还有着战神之魂加持 这个林子肖 他哪里来的勇气 居然敢和他比拼武技天赋 既然你自己做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秦南嘴角扯出了一抹冷笑 他没有说多余的话 只是冷冷的一个字音 滚 这一声滚字出来 林子肖脸色巨变 身体不断摇晃 林子肖只感觉心中 升起了无尽的屈辱 让他杀心翻腾 怒火上涨 整个人几乎都快疯了 什么时候 他林子肖 堂堂皇级九瓶武魂的天才 受过这等屈辱 这个时候 一旁的丹佬 似乎察觉了林子肖的变化 冷漠到 此次斗武 秦南胜出 林子肖 从今天开始 你今生今世 都不得进入功法殿 如若胆敢再来 杀无赦 此言一出 林子肖浑身一颤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恐惧 他哪怕是现在愤怒的快要爆炸 但是也没有丝毫胆子 敢对这个神秘无比的丹老不尽 是 林子肖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字 脸色铁青 他眼神死死的看了秦南一眼 双拳紧握 现在大局已定 如果他再继续待在这个功法殿 只会遭遇更多的羞辱 秦南 万象大比 我必然让你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林子肖在心中咆哮一声 随后迅速走出了功法殿 那之前跟随林子肖前来的十几个心境弟子 一个个面面相去 只感觉脸如火烧 根本也不想继续在这功法殿待下去 立刻急匆匆地离去 林子肖和这十几个心境弟子一走 那些围观的心境弟子 在这个时候 立刻爆发出来了一阵如雷鸣般的议论声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秦南的武技天赋 竟然是如此可怕 要知道林子肖武技天赋 本来就强大 还加上有着黄极九瓶武魂相助 竟然还是败给了秦南 思 这紫色光芒的武技天赋 恐怕整个玄灵宗 也没有多少人吧 秦南听着这些议论的声音 面色淡然 心里根本没有丝毫的愉悦 因为这一些人 他非常清楚 只有当你表现得强大之时 他们才会恭维你 若你表现得弱小之时 他们则会欺压你 嘲笑你 羞辱你 所以 秦南一直以来 对于这些人 都选择了无视 丹老深深地看了秦南一眼 他这个时候的情绪 已经恢复正常 笑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跟老头子走一趟 秦南对于丹老 一直非常尊敬 当下拱手道 毕子任凭丹老吩咐 吩咐什么 走 跟我来 我有些话要对你说 丹老丢下一句话 立刻拉着秦南的手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公法殿之中的心境弟子们 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都露出了浓浓的羡慕 在丹老的带领下 秦南随着他 来到了公法殿旁边的一座楼阁之中 这座楼阁 高有两层 四周种植着不少大树 微风一吹 大树便会沙沙作响 在楼阁的前面 还有一汪池潭 池潭之中 有着五颜六色的鱼儿正在游动 没想到 秦南惊叹一声 道 在这玄灵宗内 竟然还有这般雅致的楼阁 你小子别乱拍马屁 是老头子穷 只能见成这样 丹老笑骂一声 随即正色道 秦南 我把你叫来这座楼阁内 主要是想送你一样东西 送我一样东西 秦南唯唯一愣 对 就是这块令牌 丹老掏出了一块红色令牌 笑道 日后你拿着这块令牌 可以任意出入 功法殿的第一第二层 也可以任意的挑选5G 并且没有时间限制 什么 秦南脸色浮出了一丝惊涩 要知道在玄灵宗内 想要在功法殿内 挑选一门5G 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代价 哪怕他们身为新晋弟子 也只有一次的挑选机会 现在丹老随意拿出来的一块令牌 竟然有着任意挑选没有时间限制的功效 秦南深深的吸了口气 他没有去接 而是正色道 丹老 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过贵重 如果您老不告诉我为什么 那么在下绝对不会接 丹老笑了笑 神色带着一丝追忆道 说理由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只不过 我比较欣赏5G天赋高的弟子 若是你的5G天赋 能打引动蓝海月牙十亿象的地步 我恐怕还会送给你更厉害的令牌 让你在整个功法殿内 都畅通无阻 说完之后 丹老补了一句 在赤成黄绿青蓝紫七格等级之上 其实还有第八级 名为蓝海月牙异象 5G天赋 达到蓝海月牙异象级 就能拿到在整个功法殿畅通无阻的令牌 秦南立刻反映过来 一双眼睛中 爆发出了炙热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丹老 就仿佛是在问 丹老 你没开玩笑吧 丹老见到秦南这般状态 哑然失笑 道 我丹老说话 自然疏一不二 怎么 你小子难道以为你的5G天赋 能够达到引动蓝海月牙异象的地步 说这句话的时候 丹老的脸上 根本没有一丝期待 开玩笑 引动蓝海月牙十亿象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5G天赋 至少在这一百年来 丹老根本就没有见到过 有哪一个天才弟子 引发蓝海月牙十亿象 哪怕就是玄灵宗的真传弟子 也无法做到 秦南 他有什么本事能做到 秦南淡淡一笑 道 丹老 我想试一试 毕竟 你要知道 我还没有释放武魂 释放武魂 丹老唯唯一愣 随即眼神中带着一丝异色 道 没想到你小子的武魂 竟然还增强5G天赋 泽泽 秦南 你恐怕是我有史以来见过5G天赋最高之人了 不过 哪怕你武魂能增强5G天赋 也无法引动蓝海月牙异象的 丹老说到最后 还是摇了摇头 从秦南的修为来看 丹老几乎可以猜出 秦南的武魂等级 恐怕是黄级七品到黄级九品之间 没有玄级武魂 哪怕武魂能增强5G天赋 那又能增加多少 丹老 你让我试一试 就知道了 秦南语气平淡 但含着一丝傲然 道 我觉得 凭借我的武魂之力 引动异象 完全没有问题 是吗 丹老神色有点不太好看 这个秦南 虽然5G天赋高 但实在是太嚣张了 难道你拥有紫色光芒的5G天赋 就认定自己能引发异象 这个秦南 根本不知道紫色光芒和蓝海月牙异象之间 有着多大的区别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丹老接下来没有任何犹豫 大手一挥 蓝海月牙时 再度浮现而出 声音冷淡道 既然你想试试 那你就试试吧 说完之后 丹老眼神平淡地看着秦南 既然你如此不是实物 那么我就满足你 秦南不以为意 站起身来 伸出手掌 放在了蓝海月牙石上 蓝海月牙石立刻和之前一样 先是发出了一缕黯然的赤色光芒 紧接着变成了璀璨无比的紫色光芒 秦南立刻心念一动 只见到八道黄光 在他背后 同时闪耀 战神之魂立刻悬浮出来 散发出来了一股股的威压 这是什么武魂 丹老看着战神之魂 微微一愣 紧接着他脸色立刻一变 道怎么回事 难道你真能引发异象 丹老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只见到秦南释放战神之魂后 那蓝海月牙石 竟然开始震战起来 发出了微微的嗡鸣声 就仿佛其中有着一股奇异无比的力量 正要从蓝海月牙石中唤醒一样 丹老浑身都战斗起来 自从他得到蓝海月牙石之后 蓝海月牙石这般状况 他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难道 秦南在释放武魂之后 竟然真的达到了引动异象的地步 然而 就在下一刻 只见到嗡嗡阵战的蓝海月牙石 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这块巨大的石头 骚然炸碎开来 四分五裂 散落四周 秦南和丹老两个人 几乎同时一愣 然后同时傻眼了 蓝海月牙石 竟然碎了 第四十五张子龙赤牙令 秦南之所以想要尝试 一是为了得到那块任意 进出功法殿的令牌 二是他知道战神之魂 能够加持武器天赋 他对战神之魂 有着足够的自信 但是 秦南怎么也没有想到 到最后 不仅仅没有触发 蓝海月牙的异象 竟然还将蓝海月牙石 给弄碎了 在回过神来之后 秦南咽了口口水 眼神小心翼翼地 朝着丹老看了过去 只见到丹老看着那一堆 碎裂的蓝海月牙石 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一阵红 就好像是在迅速变脸一样 这一幕 看得秦南心惊肉跳 这个丹老 不会要他赔偿吧 丹老的脸庞 在不断地抽搐 他当初为了获得 这块蓝海月牙石 不知道耗费了多大的代价 并且一直以来 这块蓝海月牙石 都被他视为最为珍贵的宝物之一 哪怕是有一些强者 开出了不菲的价格 他也从来没打算出售过 可是 就在今天 就在刚才 他最为新来的宝物 居然碎了 而且还碎得莫名其妙 这让他的心里 不断地滴血 秦南 丹老深吸了口气 努力地让语气保持平静 到刚才那件事情 不怪你 我也不会找你赔偿 虽然他已经极力地让语气平静 但是秦南依然听出来了一股杀气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丹老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猛然一变 看向秦南的眼神 骤然变得急促 火热起来 在这之前 丹老因为蓝海月牙石的碎裂 无比的心疼 而忽视了最为关键的问题 眼前这个秦南 才区区催体舞众的修为 哪怕是耗尽全身力量 都无法将眼前这蓝海月牙石碎裂 那么蓝海月牙石为什么会毫无预兆的碎裂 解释恐怕只有一个 那就是秦南在释放武魂之后 他所拥有的武器天赋 超过了蓝海月牙石能够承受的极限 秦南被丹老的眼神 看得神色一变 道丹老 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故意的 如果你非要我赔偿的话 那就只能等以后 等我有了足够的财富之后 才能给你赔偿 丹老听到这句话 立刻惊醒过来 用尽全身力量 压住心中的震撼 平静道 秦南 你错了 蓝海月牙石 我不会找你赔偿 相反 我还会给你子龙赤牙令 有了这子龙赤牙令 从今往后 你都可以任意进入功法店每一层 可以任意挑选 呃 秦南愣住了 这个丹老是怎么了 不怪罪自己 反而还给自己巨大的好处 丹老看到秦南这幅模样 立刻忍不住一笑 道 秦南 蓝海月牙石 为什么会突然碎裂 那么就只有一点 你的五级天赋 已经超过了蓝海月牙石 所能承受的极限 听到这句话 秦南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丹老不怪罪自己 反而还要给子龙赤牙令 原来是他的五级天赋 超过了蓝海月牙石 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一下 秦南立刻放心了 同样更为深深的感觉到 他所拥有的战神之魂 当真恐怖 只见丹老大手一挥 在他的手中 多了一块令牌 这一块令牌 与刚才那块红色令牌 浑身紫色 像是一团紫气般 并且在令牌之上 还雕刻出来了一尊 张口咆哮的赤色龙头 栩栩如生 具备着一股威严 丹老淡淡一笑 道 秦南 这块令牌 就是子龙赤牙令 你拿到这块令牌之后 不仅仅是功法殿可以任意进入 医保殿也同样如此 只不过 你若想要进入其他殿堂 等你参加完万象大比之后 成为真正的玄灵宗弟子 那才可以 竟然还可以进入医保殿 秦南神色一变 听到这一句话 秦南立刻意识到 这块小小的子龙赤牙令 所蕴含的威力 要比他想象中的更为恐怖 多谢丹老 这份恩情 弟子定然铭记在心 秦南在犹豫一会之后 没有过多矫情 立刻将这块令牌收了下来 因为 这块令牌对于秦南来说 作用实在是太大 丹老点点头 道 秦南 你虽然拿了这块子龙赤牙令 但是你目前也只能进入 功法殿的第三层 日后等你修为提升起来 才能凭借这块令牌 前往更高层 说完之后 丹老也不废话 当下一挥手 道 距离万象大比没多久了 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赶紧走吧 抓紧提升修为 秦南闻言 立刻弯下腰来 给丹老举了一功 随即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这才离去 对于秦南来说 今日丹老初次相见 便赠给了自己这样一份大礼 如此恩情 唯有日后等他成为真正的强者之后 才能奉还 只不过 秦南所不知道的是 在他一离开之后 丹老再也无法卫装情绪 抬起头来 发出了滔天狂笑 哈哈哈哈 我一直以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弟子 武器天赋能够超过 蓝海月牙石的最高等级 却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超过了 竟然还连蓝海月牙石 都给震碎了 丹老说到这里 猛然抬头望天 眼神中竟是泛起了一道泪光 师兄 你想要找的人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何时 你能回来 四周寂静无比 唯有大风吹拂 大树沙沙作响 毫无人影 秦南从丹老那里离开之后 他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前往了工法殿的第三层 对于秦南来说 工法殿的第一层第二层 已经完全没有再去的必要了 而对于第三层 秦南却是无比好奇和期待 在这第三层之中 摆放着怎样的武器和修炼笔记 然而 就在进入工法殿的第三层之时 一名黑袍老者 出现在了秦南面前 这名黑袍老者 便是这第三层的守门人 黑袍老者打亮了秦南一眼 眼神中立刻露出了一丝厌烦之色 他最为讨厌的 就是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心境弟子 这里可是工法殿的第三层 其实你们这些心境弟子能够进去的 黑袍老者当下脸色一百 用着一种冷漠的声音道 心境弟子 不得进入第三层 现在速速离去 否则按照门规处置 秦南立刻拿出手中的子龙赤牙令 淡淡道 长老 不知道这块令牌 能否让我进去 立刻给我 黑袍老者看都懒得看一眼 开口便遇大贺 因为在他的眼里 一个小小的心境弟子 才区区翠体五重修为 会有什么背景 然而黑袍老者的滚字还未说出来 他的眼神不经意落在这块令牌上的时候 神色骤然大变 无数的冷汗从他的额头上迅速滚下 这 这是 黑袍老者浑身哆嗦 无比震撼地看着这块令牌 紫龙赤牙令 这竟然是紫龙赤牙令 这个小小的心境弟子 哪里来的紫龙赤牙令 秦南见到黑袍老者这番反应 立刻知道 这块紫龙赤牙令 非同小可 当下便道 长老 我到底能不能进去 能能能能 黑袍老者如同小鸡啄米的点头 他一个堂堂长老 竟然在此刻对秦南产生了惧怕的心理 甚至还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多谢长老 秦南对着黑袍老者拱拱手 转身踏入了第三层之中 看着秦南离开的背影 黑袍老者呆了半嗓 才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忍不住南南自语道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 翠体五重的修为 心境的弟子 竟然会拥有传说中的太上长老令牌 难不成 这个年轻人 是太上长老的 说到这里 黑袍老者立刻闭嘴 不敢再继续说下去 第四十六章非空刀法 刚刚踏入功法殿第三层 秦南便被眼前的景象 给吸引了 只见到这第三层 全部由一种古墓建造 古墓呈现出鲜血般的红色 还散发着一种异香 闻到这种异香 让人感觉心神舒畅 心旷神怡 在这第三层中 则摆放着十个巨大的书架 每个书架上 都摆放着一本本的古籍 秦南立刻走上前去 拿起一本古籍看去 这一看之下 他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抹金色 只见到这本古籍上写道 玄陵宗内门弟子江流 修炼终极武技追玄剑法有感 故记录在此 存放功法殿 没想到 这功法殿的第三层 随便抓起一本古籍 竟然就是那门弟子武王敬强者的修炼笔记 秦南恢复了镇定 忍不住感叹道 随后他忍不住有些兴奋起来 要知道这种武王敬强者的修炼笔记 可是极其难得 异常珍贵 平常人根本难以见到 也就在此时 一道略带诧异的声音 响彻起来 心敬弟子 秦南听到这个声音 立刻回头看去 便见到了一名长相平凡的青年 不过如今秦南的茉莉 非同小可 带着一丝玄妙力量 他立刻从这平凡青年的体内 感受到了一股澎湃的强悍之力 这让秦南唯唯一惊 这个平凡青年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武王境 并且还要比茉莉 甚至要比萧青雪都要强大许多 只不过 秦南不知道这个平凡青年的心中 却是更为惊诧 要知道这里可是功法殿的第三层 哪怕是门派中的外门弟子 想要进来这第三层 也极其困难 非常不容易 眼前这个人 才不过是一个区区脆体五重的心境弟子 他是怎么进入这第三层的 平凡青年满怀疑惑 突然眼神发现了秦南腰间的子龙赤牙令 这一看之下 平凡青年的脸色 顿时大变 无比震撼 这竟然是太上长老令牌 眼前这的心境弟子 他怎么会拥有太上长老令牌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 平凡青年还好心神坚定 震撼之后 很快回过神来 笑道 在下公阳 乃是门派那门弟子 不知道阁下如何称呼 秦南与公阳初次见面 发现此人态度不卑不坑 当下心生好感 拱手道 公阳师兄 在下秦南 原来是秦南师弟 公阳点点头 随即露出了思苦笑 道 秦南师弟 你要见的这个令牌 可不要随意露出来啊 实在是太吓人了 秦南唯唯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笑道 多谢师兄提醒 要知道这子龙赤牙令 非同小可 来历巨大 若是让其他弟子看见了 恐怕整的玄灵宗 众人都知道秦南的名声了 秦南一直以来 都是低调的性格 自然不喜欢那般抛头露面 造成非议 秦南师弟 前来这第三层 是来挑选修炼笔记 还是武技 公阳笑了笑 随即转移了一个话题 眼前这个秦南 不骄不傲 极其干脆 丝毫不做作 公阳也对秦南生出了一丝好感 所以公阳倒很乐意 与秦南交一个朋友 至少 与一个拥有太上长老令牌的人 做朋友 不会是一件坏事 秦南点点头 倒 不瞒师兄 在下前来 在下前来 主要是想找一本刀法类的修炼笔记 如若有刀法类的武技 自然尚可 刀法类 公阳唯唯一愣 随后犹豫一下 道 我倒是知道有本刀法类的武技 它乃是一种自创武技 其中也有刀法的修炼经验 用来领悟 最好不过 只不过这本武技 想要学会的话 需要极高的武技天赋 秦南听到这一番话 当下眼睛一亮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第三层功法殿 竟然有人留下了一门自创的刀法 秦南当下直接忽略了公阳的最后一句话 连忙道 能否麻烦师兄 把这本武技拿来 这个 这个倒是没问题 公阳迟钝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秦南 竟然直接无视了他后面的一句话 当下便道 既然你要学的话 那么我就给你拿过来 随后公阳转身走去 在书架上来回翻询 随后便抽出了一本古籍 秦南连忙接过古籍 网上一看 只见到古籍上写道 自创非空刀法一招 如若学会 越即杀人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却散发出来了一股无比的自信 和霸气 秦南只是这么一看 立刻就被吸引了 师兄 我先观看这非空刀法了 秦南给公阳打了一声招呼 立刻盘膝而坐 迫不及待地将这古籍翻阅开来 公阳又是一愣 没想到这个秦南师弟 居然这么有个性 刚刚拿到武技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开始感悟了 这让公阳有种好笑的感觉 不过当公阳的眼神 落在秦南身上的时候 眼神中再度涌起了一抹震惊之色 天生无痴 只见到秦南翻阅着非空刀法 如痴如醉 时而傻笑 时而宁思 时而杀气腾腾 浑然忘我 与世隔绝 公阳再度吸了一口冷气 他原本第一眼见到秦南的时候 就被秦南的太上长老令牌给震惊了 但是当时他只不过认为秦南有着巨大的来历 现在公阳怎么也没想到 秦南竟然乃是天生无痴 天生下来 对武技痴迷 拥有着极为强大的武技天赋 如果别人不知道 但是公阳最为清楚 天生无痴意味着什么 武技天赋强大意味着什么 虽然在苍蓝大陆 天生无痴这种体质 没有武魂等级重要 但拥有天生无痴的话 在战斗之中 都极有可能领悟境界 战力飙升 扭转大局 非常可怕 到时候可以与秦南好好结交一番 公阳打定了主意 如果说秦南拥有太上长老令牌 只会让公阳忌惮秦南的身份 现在 秦南获得了公阳的认可 若是让玄陵宗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知道 秦南一个新晋弟子 竟然获得了公阳的认可 恐怕立刻会在玄陵宗内引起轰动 秦南的名声也会随之响亮 只不过 此时的秦南哪里知道公阳的心态变化 他现在的心神 彻底被非空刀法给吸引了 这本古集之中 记载的不仅仅只是一招非空刀法 还有着原主人修炼刀法的诸多感悟 无论是非空刀法 还是这些刀法感悟 对于秦南来说 都像是美味佳肴一般 不断吸引着他 让他欲罢不能 沉寂其中 第47章刀意圆满 创造这门非空刀法的 绝对是一名天才 这门非空刀法 只有一招 名为百步非空 这百步非空 一旦施展出来 手中拖刀 百步之内 取人手级 异常霸道 威力无穷 但想要练成这一刀 需要有极强的目力 意志 才能领悟 除了这非空刀法之外 这本古集内 竟然还有这名天才的诸多刀法感悟 原来 刀法不仅仅是要霸道 还可以灵活多变 诡异难分 让人防不胜防 无法揣测 我之前的惊雷刀法 完全是走入一个误区 认为刀法施展出来 只需要快准 狠 就完全足够 但是在这战场上 局势万变 无法琢磨 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施展最为合适的刀法 秦南在不断翻阅这本古集是 他的大脑内 涌出了无数的想法 让他的眼界 不断开阔 只不过 就连秦南也不知道 此时他整个身上 刀翼自动浮出 上下抖动 无比犀利 翼旁的公羊 都被这一幕吸引过来 眼神中闪过一丝奇光 暗道 不愧是天生无痴 区区脆体武重的修为 竟然掌握刀翼 达到了人刀合一的大成境界 而且 这股刀翼 自动释放而出 想必是秦南在观摩非空刀法的时候 对刀法的领悟 更加深透 验想至此 饶是公羊 眼中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羡慕 要知道他公羊 虽然武魂等级达到了超级天才的地步 但是想要观看一部修炼笔记 就能增强境界 那根本不可能 除非公羊耗费极大的时间 才能在这五道境界上更进一步 直到现在 公羊也记得非常清楚 他当初领悟人气 合一大成境界的时候 修为早已达到了脆体八重 远远无法与眼前的秦南相比 公羊在这里胡思乱想之际 他看着正沉入修行中的秦南 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秦南 能否凭借这一本修炼笔记 将这人刀合一修炼到圆满境界 随后公羊哑然失笑 为自己荒谣的想法 摇了摇头 要知道人刀合一大成境界 与圆满境界之间 相差可是甚远 根本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领悟 换一句话来说 圆满与大成境界之间 就好像是巨石和蝼蚁一样的大小区别 按照公羊的预测 哪怕就算是秦南 天生武痴 想要领悟人刀合一圆满境界 至少也需要全心全意修行一个月 看来是这个秦南给我的震撼太多了 连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都认为他能完成 实在是有点意思 公羊暗笑一声 随后便朝着书架走去 抽了一本修炼笔记 也进入修炼之中 时间缓缓流逝 两天时间 飞快过去 秦南坐在原地 他身上的刀意 变得越来越凶猛 也变得越来越浓厚 但是始终距离大成境界 相差甚远 在这两天时间中 值得一提的是 其间第三层的守门黑袍老者 前来过一次 在观察到秦南和公羊正在修炼之后 没有多说什么 便直接退了下去 接下来 一个消息便传入了玄陵宗 公法殿的第三层 暂时进入关闭状态 进行休整 十天之内 不进行对外开放 这一个消息 引得了不少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 都表露出来了不满 只不过那是公法殿的决定 他们也只能坦然接受 只是这些弟子们 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公法殿第三层关闭十天 完全是黑袍长老不希望 有外人前来打扰秦南的修行 开玩笑 拥有太上长老令牌之人 若是在这里修行被打扰 走火入魔 到时候他能承担得起后果 秦南对于外界的一切 尚且不知 他现在的修行 正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在这两天内 秦南陷入五吃状态 基本上将整本古籍 全部看完 现在秦南继续修行 那是因为飞空刀法上 所包含的百步飞空 还有诸多刀法修炼经验 太过玄奥高深 哪怕是他秦南 也需要一步步三悟 才能勉强达到初步掌握的水准 五王靖的修炼经验 其实那么容易吸收感悟 所以 现在的秦南 悟入了一个困境 就好像冥冥之中 有着一扇大门 挡在他的面前 任凭他百般窥探 也无法突破大门 看清门内的诸多奥妙 他只有突破了这扇大门 才能将这飞空刀法上的修炼经验 以及百步飞空 初步掌握 百步飞空 讲述的乃是百步之内 皆可杀敌 为何能达到这般玄妙 那是因为 全身力量 爆发而出 集中于一点 正好可以使得那飞刀 投射方圆百步之内 不对不对 百步飞刀 绝对不是这般肤浅 那么这些修炼经验呢 这尊天才在这些修炼经验中 处处透露出了一股圆滑的味道 刀法圆滑 这样来理解 似乎也并不太对 百步飞空这一大杀招 其实非常霸道 根本与袁华没有任何半点关联 既然如此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没有想明白 秦南的大脑 飞速运转 绞尽脑汁 但是无论如何 他自始至终 都无法突破眼前的这扇大门 然而 就在此时 一尊人形虚无的身影 再度从秦南的身后悬浮而出 微微抬头 似乎正在仰望苍穹 散发出来了一股又一股的玄妙力量 战神之魂 再度自动悬浮出来 也就在他出现的刹那 一道突兀闪过的灵光 猛然撞击秦南的脑海 那困扰在秦南脑海中的诸多问题 种种谜团 在这一刹那 仿佛是风吹烟静 云雾消散 其中所蕴含的奥妙 全部一一浮现出来 秦南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非空刀法 根本就不是将全身力量 聚集一点 而是形成心眼 这所谓的心眼 只是一个说法 但它真正的本质 就是我的刀到意志 通过刀到意志 覆盖百步之内 就好像眼睛睁开一样 随时随地 斩杀百步之内的敌人 哈哈 还有 还有 这尊天才所留下的修炼经验 根本不是在谈圆滑 而是讲的本心 刀 可以圆滑 可以曲折 也可以狠辣 可以犀利 无所不可 所以 刀要随本心而出 只有出自本心的刀意 才是属于自己真正的刀意 从而成为真正的 人刀合一 这一刹那 秦男紧闭的双眼 豁然睁开 再远正在闭眼修炼的公羊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立刻睁眼看向秦男 这一看之下 公羊脸上立刻露出了 浓浓的惊骇之色 只见到秦男的身上 那股汹涌的刀意 突然像是添了一把火焰 突破了一个屏障 达到了质量一般的升华 整股刀意 变得更加磅薄 变得更加雄浑 最为重要的是 在这股刀意之中 露出了一股桀骜不寻 果断勇猛 傲然不屈的惊人意志 这股刀意 竟然达到了圆满境界 这 这 公羊呆呆地张着嘴 一时之间 竟然说不出话来 这才短短的四天啊 在这短短的四天之内 秦南居然凭借着一本修炼笔记 达到了人刀合一的圆满境界 如此恐怖的速度 哪怕是公羊所见过的那几位真传弟子 都根本无法做到 难道 这天生武痴 竟然如此恐怖 不 公羊深深地吸了口冷气 心道 这个家伙的武技天赋 绝对要超过了天生武痴 甚至超过的不只是零星半点 这个答案一浮上心头 公羊看向秦南的目光 立刻发生了变化 变得无比重视 他之前看到太上长老的令牌 忌惮秦南背后的势力 后来发现秦南身为天生武痴 便对秦南产生了尊敬 现在的公羊 则是完全将秦南看成了 统一级别的对手 换句话来说 如果现在的秦南 是他公羊的对手 公羊绝不会因为秦南 只有区区翠体武众的修为 从而对秦南产生蔑视 反而还无比重视 不敢大意 但是 公羊根本不知道 在玄陵宗内 曾经也有一位弟子 与秦南接触过之后 彻底被秦南给折服 那个弟子 叫做白衡 由于白衡和公羊之间的差距太大 所以白衡到最后 对秦南的态度 就好像是仆人看到少爷一样 佩服得五体投地 甚至将秦南神化成为了心中的神明一样 不敢得罪 不敢冒犯 这就是人刀合一的圆满境界 秦南睁开眼来 感觉到身上的雄厚刀意 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喜意 随后他发现了身边不远处的公羊 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 道 公师兄 你怎么还在这里 恩 你怎么了 秦南有些疑惑 这公羊好端端的 怎么看着自己发呆 听到秦南的问话之后 公羊立刻回过神来 深深地吸了口气 露出了一丝真诚的笑容 对着秦南道 我这个人 比较干脆 秦南 这短短的几天内 你已经折服了我 从今往后 你别再叫我师兄了 正好我自力比你深 你叫我杨大哥如何 秦南微微一愣 随即大笑一声 道 好 从今往后 就靠阳哥多多照顾 第四十八章 莫莉的轨迹 在秦南领悟非空刀法的这几日内 公法殿的大门外 每天都会助力着两道人影 这两个人 赫然是林子肖和莫莉 林子肖不用多说 被秦南当场打脸 并且终生不得进入公法殿 大大妨碍了他的前程 他自然对秦南恨入了骨子里 莫莉则不一样 在莫莉的眼里 林子肖是他发掘的天才 便是属于他莫莉的人 秦南区区一个脆体舞重的蝼蚁 竟然赶着班对待林子肖 这不是在打他莫莉的脸 除了这一点之外 莫莉在白玉到场的时候 早已对秦南产生了杀星 故而因此 林子肖和莫莉两人守在公法殿门外 就是为了等待秦南 一起出手 当众羞辱秦南 只不过 他们这一连等待了三日 竟然还没有发现秦南的身影 这个秦南 不会知道我们在等他吧 居然还待在里面 莫莉脸色有点难看 她原本是一个极其有耐心的人 但是一连猝日都没等到罪魁祸首 这让她的脾气也暴躁起来 林子肖脸色也不好看 没有吭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公法殿的大门口 走出了两个人影 走在前面的 赫然是秦南 莫莉和林子肖 几乎在这一瞬间 就发现了秦南 莫莉当下心中狂喜 二话不说 大步一踏 阴森森道 秦南 你终于也赶出来了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立刻给我跪下来 磕一百个响头 否则的话 就让你见识见识我莫莉的手段 随后莫莉一身舞王静的修为 瞬间爆发出来 朝着秦南碾压过去 林子肖在一旁 也浮现出了森然的笑容 现在他和莫莉同时出现 你一个区区脆体舞重的秦南 哪怕舞技天赋再高 又有什么用 秦南唯唯一愣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刚刚一出来 就碰到了莫莉和林子肖 等秦南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脸色已经冷漠下来 本来他和这个莫莉 根本没有什么太深的恩怨 谁知道对方专门在 功法殿门外等他 开口一说话 就是让他给莫莉跪下 磕一百个响头 你莫莉算什么人物 舞王静的修为 三长老的弟子 就该让我秦南给你跪下磕头 简直欺人太甚 就在秦南将要开口反击的时候 一道淡然冷漠的声音 在秦南背后响彻起来 这是功阳开口了 好大的口气 开口就让人跪下 你真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 功阳这一说话 威严迸设 完全不是和秦南相处之时的淡然模样 莫莉和林子肖唯唯一愣 他们两人显然没有料到 在这个时候 竟然会有人帮秦南出头 莫莉和林子肖的脸色 几乎在这一瞬间 刷得阴沉下来 抬头朝着那说话之人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莫莉的脸色立刻一变 林子肖却毫无所觉 而是冷笑一声 道 你又是什么人物 在这里我林子肖奉劝你一句 你最好别管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到时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林子肖话音刚落 莫莉立刻嘀吼一声 林子肖 你给我闭嘴 这个是公阳师兄 吼完这一句话之后 莫莉走上前去 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 道 没想到啊 公阳师兄你居然在这里 刚才如果冒犯了 还希望公阳师兄 多多海涵 多多海涵啊 公阳面色淡然 扫了一眼林子肖 随后道 莫莉 你不必如此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弟子 何必向我道歉 莫莉脸色一僵 林子肖的脸色顿时一变 浮现出来了一抹苍白之色 这个时候 哪怕是一个蠢货 都能够看得出来 眼前这个公阳 来历非同小可 否则也不会让莫莉如此低声下气 而在刚才 她林子肖居然呵斥了眼前这位强大弟子 要知道这里可是在玄灵宗 天才众多 就算林子肖拥有黄极九品五魂 乃是真正的超级天才 但就算如此 放在这偌大的玄灵宗内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 根本不是她能够得罪的 这是林子肖 她刚刚进入玄灵宗 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事 还望公阳师兄不跟她计较 莫莉甘笑一声 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道 对了 公阳师兄 刚才你可不要误会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针对的是你身边的这个垃圾 可不是针对你 说这一句话 莫莉就是想要隐晦地告诉公阳 刚才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要管了 公阳听到这句话 当下冷笑一声 道 好一个垃圾 请难乃是我的兄弟 就任你这般辱骂 莫莉 我现在不跟你废话 你要是再敢啰嗦一句 或者是纠缠秦男兄弟 我们就生死垫上剑 出话之间 杀气腾腾 霸道气势 展露无遗 莫莉和林子霄的脸色 顿时大变 极其难看 就像是吃了一口会物一样 这个秦男 区区脆体武众 怎么和公阳成为了兄弟 这个秦男 明明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心境弟子 他获得消清雪的看重也就算了 现在连公阳也护着他 冒犯了 冒犯了 我们这就走 莫莉虽然为人嚣张跋扈 但他可不敢和公阳上生死殿决斗 当下忍气吞声 挤出笑容 拉着林子霄立刻急匆匆离去了 如果继续带下去 他们两个人 恐怕会郁闷而死 他们两人一连等了三四天 就是为了羞辱秦男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秦男 谁知道他们反而被羞辱了 看到两人离开 秦男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随即拱手道 刚才多谢杨哥了 否则的话 这两个家伙绝不会这般轻易离开 公阳笑了笑 无所谓的摆摆手 道秦男 你以后可别跟我客气 我们俩是朋友 互帮互助那是应该的 对了 你和莫莉 是怎么结下恩怨的 公阳露出了一丝好奇 按理来说 秦男只是心境弟子 莫莉乃是内门弟子 这其中怎么会有所恩怨 秦男立刻把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公阳 公阳听完之后 脸色古怪地看着秦男 道 你这个家伙 竟然和萧清雪这么好的关系 秦男没有任何隐瞒 当下道 清雪在一路之上 帮我多次 这些都是恩情 公阳点了点头 没有吭声 反而眼中有着一丝犹豫 萧清雪的事情 他到底该不该提醒一下秦男 随后公阳想到了秦男拥有的子龙赤牙令 哑然失笑 摇了摇头 打消了这个念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响彻起来 秦男 你出关啦 恩 这不是公阳师兄 萧清雪从远处走来 这一次他披着一件青色长裙 裙脚如烟 衬托他整个人如仙子一般 只不过他那一张精致的脸蛋上 正带着一丝疑惑 看刚才秦男和公阳坎坎而谈的样子 似乎这两人的关系 非常要好 秦男什么时候与公阳师兄有这般好的关系 不 是清雪师妹啊 秦男是我在功法殿碰上的 性子比较和 所以成为了朋友 现在清雪师妹你来了 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忙 就不陪你们两个了 公阳拱拱手 几乎没有丝毫废话 迅速离去 这让秦男有些愕然 怎么消清雪一来 公阳就溜得这么快 消清雪却不已有他 反而美目亮晶晶地看着秦男 道秦男 你这家伙 运气可真好 你恐怕不知道 公阳师兄是什么身份吧 他可是那门弟子中 排名前十的超级 武魂达到了黄极食品的存在 非常强大 秦男一愣 他虽然知道公阳非常强大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公阳 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难怪在刚才 公阳完全不把茉莉放在眼里 感情是两人之间的地位 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好了 不说其他的了 消清雪神色凝重道 现在距离万象大比 还剩下五天的时间 你速速随我前来 准备进行修行吧 至少要在这五天之内 尽可能地将修为提升到 脆体六重 说到这里 秦男的神色也严肃下来 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废话 随着消清雪离去 他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否则的话 在接下来进行的万象大比上 哪怕他秦男拥有着战神之魂 人刀合一圆满境界 但是与那些修为达到了 脆体八重 实重的天才比起来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全灵宗 内门弟子洞府中 茉莉和林子肖两人坐在一起 脸色阴沉 在刚才的一个时辰之内 两人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足以见得 今天的事情 让他们是何等的郁闷 痴兄 我不管了 林子肖终于开口了 双目泛红 杀气狂泻 等万象大比一开始 我就对秦男出手 将他血液方干 千刀刮骨 生不如死 否则的话 我难以咽下这口气 哼 茉莉神色难看 倒简直愚昧 现在我有一个办法 等一下你我二人同时出面 联合此次参加新晋弟子的诸多天才 到时候等万象大比召开 我们所有人一同出手 保证秦男必死无疑 林子肖唯唯一愣 随即反驳道 还是要联合其他天才 就秦男那个垃圾 我一个人对付他足以 茉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到万象大比召开的时候 所有弟子 都是随机散开 你有把握碰到秦男 所以 我们必须联合其他天才 只要他们碰上了秦男 与秦男那的垃圾的修为 必死无疑 另外 林子肖你要记住 就算你修为比秦男高 一定要做好万全之策 万一让秦男逃了 那就得不偿失 林子肖憋了一口气 道 可是 那些天才 怎么会帮我们 你太愚昧了 茉莉摇摇头 冷笑道 你别忘了 你可是黄级九品武魂的超级天才 这些心境弟子 难道敢为了一个秦男 而得罪你 他们不敢得罪你 并且还要好好巴结你 这是其一 其二 三长老是我爹 其三 只要有着足够的好处 再加上一 二这两点 太大的口气我不敢说 茉莉说到这里 满脸猙獰道 但是我敢说 若有三百个人参加这次的万象大比 那么至少要有两百七十个人 都会答应我们的条件 对秦男出手 让秦男那个废物 无路可逃 必死无疑 一旁的林子肖 听到这一句话 神色巨震 无比兴奋 秦男 在这样庞大的计划之下 你一个垃圾 还有什么希望存活下来 第四十九章战神之童 在肖清雪的带领下 秦男来到了一处院落 整个院落占地约方圆三里 里面划分出来了两百多个房间 每个房间上 都写有一个独特的号码 除此之外 在这院落的大门处 还有足足四位五王镜的强者 镇守在此 肖清雪说道 这个院落 是专门准备给你们这些心境弟子的 秦男 你是一十九号 到时候你直接可以进去 进行修行 唯唯顿了顿 肖清雪玩耳一笑 道 当然了 这里所有的房间 都被强者布置过正法屏蔽 你所释放的武魂 修炼的气息 都不会泄露出去 秦男点了点头 若是这些房间 没有被正法屏蔽气息的话 他还真不敢在这里面修行 你先进去吧 十天之后 我来接你 肖清雪说道 好 秦男没有废话 立刻走上前去 登记姓名之后 静止走入了十九号房 这房间内 只有大约方圆三十米的大小 中间摆放着一个蒲团 四周则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干粮 专门用来给心境弟子闭关所用 秦男直接走到蒲团上 盘膝而坐 战神之魂 在他背后悬浮起来 我上次从白横那里 获得了五十颗仙天丹 现在正好将这五十颗仙天丹服用 看看战神之魂 能够提升到什么等级 秦男心中暗道 随后掏出了仙天丹 从其中拿出了一颗 放入嘴中 服用仙天丹之后 秦男神情略为有点忐忑 虽然翠体丹能够提升战神之魂的等级 但是这个比翠体丹更为高级的仙天丹 能不能够提升等级 秦男就不得而知了 只见到仙天丹被吞服之后 战神之魂立刻爆发出来了一股玄妙的犀利 静止将仙天丹所包含的灵气 一卷而空 吞入战神之魂中 看到这一幕 秦男微微松了口气 继续掏出仙天丹 一颗颗的服用下去 也不知道这一次提升等级 需要多少颗仙天丹 秦男心中按道一声 就在刚才那么一会 他已经服用了足足十颗仙天丹 但是战神之魂 依然没有任何的动静 这样一颗一颗来 实在是太慢了 一次十颗吧 秦男立刻做出决定 一把抓起仙天丹 全部丢入嘴中 他这样的动作 做了连续三次 但是战神之魂 依然没有任何的动静 饶式秦男 看到这一幕 额头上也浮现出了一丝冷汗 四十颗仙天丹 战神之魂竟然还没有反应 一颗仙天丹 至少相当于一百颗翠体丹 这四十颗 已经有四千颗翠体丹了 若是再服用一次 就是五千颗翠体丹 难道这么多的丹药 战神之魂还是无法提升 秦男脸色有点难看 随即咬咬牙 直接抓住最后那十颗仙天丹 全部吞入口中 紧接着 时间慢慢流逝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一百个呼吸 直到一炷香的时间 战神之魂 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秦男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一丝苦笑 道 看来这战神之魂 每提升一级 所需要的丹药 非同小可啊 照这样下去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颗丹药 提升到黄极九品 甚至是玄极五魂 秦男心中叹息一生 不过他也没有失望多久 战神之魂这种能够提升品级的五魂 已经极为霸道 多花费一点丹药 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现在 还是一门心思进行修炼吧 秦男很快定下心来 通过心念 催动战神之魂 将那天地灵气滚滚吸纳而来 然而就在这一刻 一变土生 只见到人形虚影般的战神之魂 一双虚无混沌的双眼 在这个时候 仿佛有一支笔 在慢慢勾勒 逐渐浮现出来了一对刀削般的眼眶 这一对眼眶 尽管没有眼珠 却依然散发着一股古老混沌 遥远神秘的气息 与此同时 在秦男的大脑内 一道熟悉的太古苍老声音 再度炸开 战神之铜 是天查地 无所不亏 无所不叹 秦男的脸上 立刻浮现出来了一抹震惊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还未等秦男有多余的想法 在这道太古声音之下 他的头脑直接炸开 晕厥过去 与此同时 秦男所不知道的是 一股古老神秘的力量 从那战神之魂浮现的眼眶之中 缓缓流淌而下 灌入秦男的双眼内 使得秦男的双眼 闪烁出来了一道幽蓝的光滑 时间缓缓流逝 直到过去了足足两天的时候 秦男才从那晕厥之中 回过神来 嘶 还是跟上次一样 大脑头痛欲裂 秦男倒抽了一口冷气 直到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 秦男才适应了这撕裂般的疼痛 立刻准备释放战神之魂 他现在非常的想知道 为什么这道太古苍老的声音突然出现 战神之童又是什么 然而 当秦男还未释放出战神之魂的时候 他猛然发觉了一个无比震撼的事实 他的双眼竟然穿透了屋子 直接看向了院外 将那有着足足方圆三里的院落 看得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 他整个人就仿佛飞了起来 俯瞰整个院落一般 甚至秦男还隐隐看到 在这个院落的底部 有着一个圆形的阵法 正在不断运转 这是秦男脸上的震惊之色 还未退消 他怎么在这一夜之间 双眼有着如此恐怖的目力 恐怕就算是五王静的强者 也无法做到他这一样 一眼过去 俯瞰方圆三里大院 难道是昨天那道苍老的声音 战神之童 秦男脑海中立刻冒出一个答案 只不过他还不敢肯定 连忙省下心来 将那战神之魂释放出来 战神之魂一释放出来 秦男立刻发觉了那一对勾勒出来的眼眶 心中狠狠一震 看来就是这战神之魂了 秦男深深吸了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但他眼中的惊骇 却像是无法阻挡的洪水 越来越浓 因为通过刚才的观察 秦男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要知道这个战神之魂 自从秦男觉醒以后 一直都是一个虚无的人形 看不到五官 看不清一切部位 在这之前 秦男曾经有一次目力发生过变化 那是因为秦男吞服了大量的丹药 自那之后 他的双目 就拥有了一丝奇妙的力量 可以窥探人的修为 目力更是大大增加 而在前两天 秦男吞服了五十颗仙天丹 战神之魂的眼眶 竟然浮现出来了 那也不就是在说 只要吞吃灵药 战神之魂的眼珠 鼻子耳朵嘴唇脖子 胸口等等所有虚幻的部位 全部都会浮现出来 直到浮现出一个真正的巨人 而且 最令秦男震惊的是 在这战神之魂部位浮现的时候 他本身竟然也获得了相应的能力 譬如战神之魂这次浮现出来了眼眶 他就获得了战神之童 如果以后他浮现出鼻子 嘴巴耳朵手掌等等 秦男岂不是也要获得相应的能力 例如战神之鼻 战神之耳 虽然战神之鼻 战神之耳这样的名字有点奇怪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我需要更多的丹药 只要有了丹药 不仅战神之魂等级能够提升 他的身体部位也会相继显现 我也能够获得相应能力 若是等战神之魂 彻底显现成人 到时候 谁的武魂 能够与我相比 秦男在震惊之后 眼神立刻变得火热起来 虽然他的这一番话 无比猖狂 但是秦男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始终有着一种直觉 这虚无般人形的战神之魂 若是演出出来了真人 那么这天地间 战神之魂的威能 无人能挡 第五十章 消冷 秦男很快就冷静下来 现在想要将人形虚影的战神之魂 显现出真人来 所需要的丹药 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无法想象 此时的秦男 纵观全身上下 一穷二白 都再也拿不出一颗丹药 算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需要好好修行 秦男按道一声 在他身后的战神之魂 立刻释放出来了滚滚犀利 将这股天地灵气 源源不断吸来 天地灵气入体 变像是一波波的潮汐 连续翻滚 洗刷全身 强化肉体 上一次我突破到了脆体五重 已经将内脏初步强化 但这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将内脏强化到更高的境界 秦男大脑无比清晰 意念一动 便将这股磅薄的灵气 朝着浑身内脏 小心翼翼引去 接下来的时间 秦男彻底陷入了修行之中 到了第三天清晨的时候 秦男整个身体内 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像是吵都一般 在这三天内 秦男浑身内脏 已经强化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达到了脆体五重巅峰的地步 距离脆体六重 只差最后的一步之遥 只不过这最后的一步 短暂的时间内 根本无法达成 因为秦男突破到脆体五重之后 基本上没有怎么修行过 大部分时间 都沉入于武学之中 若是想要突破到脆体六重 就算秦男有着黄极八品的武魂 至少也需要十天的时间 才能突破境界 呼 秦男缓缓睁开眼睛 长长吐出了一口气 随后站起身来 推门而出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 在接下来 万象大笔便要召开了 在参加万象大笔之前 秦男答应过肖清雪 提前出关 与肖清雪见一面 果不其然 当秦男走出院落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 一名女子 身着蓝衣 亭亭欲立 让人惊艳 只不过这次与往常不同的事 在肖清雪的身边 还站着一位青年 这名青年身着黑衣 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股冷漠的气息 秦男用战神之铜扫了一眼 就直接看出 这名青年的修为 达到了脆体七宠的地步 秦男 肖清雪发现了秦男 娇和一声 随后一双眉眸之中 露出了一丝诧异 秦男的修为 没有突破脆体六重 这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日下来 秦男的气质 竟然发生了变化 似乎在秦男的身上 充满了一股高贵的气息 肖清雪没有疑惑多久 迅速说道 万象大笔马上召开了 这次我要给你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 名为顿地珠 只要将它捏碎 就会带着人顺一礼 肖清雪束手一扬 在他白皙娇嫩的掌心上 浮现出来了一枚玉珠 这枚玉珠 通体漆黑 浑原无灵 散发着一丝丝玄妙的力量 顿地珠 秦男诧异地看了这个玉珠一眼 随后他并未过多犹豫 直接摇头道 清雪 你对我的帮助 已经足够了 这颗顿地珠 已经属于一宝 我是不能要的 我给你 你就给我收下 肖清雪似乎早就料到秦男会拒绝 脸色一板 道 除非你不再把我当朋友 这 秦男露出了一抹苦笑 他纵然面对林子肖和茉莉两大敌人 依然神色不变 不以为惧 但是面对肖清雪 这般无赖式的做法 饶式秦男 此时也根本想不出方法应对 沉吟了一会之后 秦男这才收下这颗顿地珠 郑重道 清雪 你放心 你对我的帮助 我都会铭记在心 秦男这一番话 都是发自肺腑 无论是在林水城 还是这一次的顿地珠 肖清雪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给他帮助 这份情谊 着实厚重 好啦 肖清雪脸色由音转情 娇笑一声 随即道 对了 跟你介绍一个人 这位是我的弟弟 名为肖朗 也是这一次的心境弟子 等到时候万象大笔召开了 你们二人 可以多多清静 互帮互助 秦男心中明白三分 当下对着肖冷拱手道 在下秦男 还望肖兄多多关照 肖冷淡淡地贴了秦男一眼 他似乎对秦男印象不怎么好 神色冷漠 语气带着一丝不屑 关照就不必了 在心境弟子之中 何人不知你秦男的大名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有什么胆子 竟然敢得罪林子肖 秦男唯唯一愣 肖清雪面色一变 赤道 肖冷 你怎么说话呢 赶快给秦男道歉 道歉 我不会道歉 因为我只是实话实说 肖冷冷笑一声 道 秦男 你的修为 不过脆体五重 你的五魂 也只是黄级八品 除了五级天赋 比林子肖高了以外 其他的方面 哪一点比的上林子肖 秦男回过神来 淡淡一笑 道 的确无法与林子肖相比 看来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肖冷淡淡地看了秦男一眼 道 你是我姐挖掘的天才 我在这你奉劝你一句 万象大比 比拼的不是五级天赋 而是自身的实力 以你脆体五重的修为 黄级八品五魂 碰上林子肖 完全是必死无疑 所以你最好在万象大比 召开之前 跟林子肖低头道歉 毕竟是实物者为俊杰 肖冷说到这里 道言尽于此 说完之后 肖冷根本不给肖清雪 丝毫机会 脚尖一点 身形便闪烁而去 很快消失在了二人眼前 肖清雪看到这一幕 脸色有些难看 随即低声道 秦男 你不要和我弟弟一般见识 他这个人 从小骄傲惯了 所以性格方面 有点不好 没关系 秦男淡淡一笑 虽然肖冷的这一番话 让秦男心中很不舒服 但他也不会真的和肖冷计较 毕竟肖冷是肖清雪的地点 秦男自然要给肖清雪颜面 见到秦男没有生起 肖清雪忍不住 微微松了口气 随后又忍不住叮嘱道 秦男 在万象大笔之中 你一定要小心 不能再冲动了 数据难听的话 你的武魂天赋 在这群弟子里面 可以算是顶尖的 但是 因为你修炼的时间 才不到一个月 所以修为要比他们差远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 到时候你多多忍让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说到这里 肖清雪忽然发觉 秦男似笑非笑的表情 脸色唯唯一愣 随后忍不住一红 今天他是怎么了 怎么如此扭扭捏捏捏的 还说了这么一大堆的废话 他为什么如此担心秦男的安危 秦男毕竟是我挖掘的天才 我只是很欣赏他 不希望他在万象大笔之中陨落而已 肖清雪在内心中自我安慰了一遍 却发现秦男依然是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好像洞穿了他的心灵 这让肖清雪心里生起了一丝慌乱 当下脸色一百 故意摆出师姐的威严 道 秦男师弟 你都听尽去没 仅遵师姐之命 秦男脸色严肃道 见到秦男这一番做派 肖清雪忍不住扑持一笑 随后认真道 秦男 希望这次万象大笔 你能够拿到一个好名次 秦男微微沉默了一下 随即淡淡一笑 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他尽管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他在心中 已经做出了沉默 第五十一章奖励丰厚 等秦男达到白玉道场时 整个白玉道场 已经人满为患 一眼扫去 至少有着大约三百多位心境弟子 要比上一次 多出了数百人 看来玄陵宗招收的心境弟子 数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秦男心中暗道 随即低调地进入人群 虽然他如今名声在外 但是大部分弟子 根本就不认识秦男 更不会全程关注他 就连秦男的仇人林子肖 在这个时候 也没有关注秦男 这一次的心境弟子 才是玄陵宗今年招收的全部弟子 要比上次多出了数百人 先用战神之童观察一下 看看有多少人 值得注意 秦男悄然运转战神之童 将整个白玉道场 都笼罩入视线之中 全场的心境弟子 根本不会有人想到 在万象大比如此盛会召开的时候 竟然有人施展手段 观察他们每一个人 这一番观察 耗费了秦男足足两炷香的时间 最后得出的结果 让秦男脸色无比凝重 上一次在他的观察中 所需要注意的人 不过才四十多人 这一次 他所需要注意的人 竟然达到了足足八十人 这八十位弟子 每个人的修为 都达到了脆体七重之上 高出秦男足足两个境界 而且 秦男在这途中发现 不少心境弟子的修为 在这十天内 都有所提升 譬如秦男的仇人灵子肖 他的修为 竟然提升到了脆体九重的地步 看来这一次的万象大比 真的是一场龙争虎斗 天骄争风 秦男收回战神之童 心中暗念一生 隐隐之间 一股兴奋的感觉 再度从他的心里 缓缓生腾起来 就在此时 突然之间 远方的天穷上 五股磅駁的气势 汹涌而来 原本火热的白玉道场 在这一瞬间 直接安静下来 全场所有的心境弟子 感受到了这股磅駁危压 都是神色一变 只感觉好像有五尊巨大的山峰 镇压下来 让他们连呼吸都感受到困难 只见天穷上 五位老者 舵步而来 气势汹涌 赫然是五位玄灵宗的长老 这五位长老中 为首的便是上一次 曾经出现在白玉道场的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 站定身形之后 眼神扫过全场 再度如同上次一番 先是落在了黄龙和林子肖身上 赞叹一声 不愧是黄极九品五魂的天才 黄龙和林子肖 你们二人都非常不错 在接下来的万象大比之中 我们五大长老 都会期待你们二人的表现 其他四位长老 都含笑点头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欣赏之意 黄龙咧嘴一笑 林子肖则是仰起头来 脸上的傲益变得更加浓郁 四周的心境弟子 都齐刷刷头去了羡慕的眼神 白发老者一如既往的雷厉风行 表情很快淡漠下来 道此次万象大比 由我们五位长老共同召开 其间由我主持 现在我来说一下万象大比的规则 我只说一遍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白发老者这次开口 伴随着浓浓威压 席卷全场 所有心境弟子 都是神色一阵 全神贯注 似乎不敢漏掉丝毫 白发老者眼中闪过一丝不可一查的得意之色 随即冷淡道 此次万象大比 在万象岛上召开 等于会我们五位长老 会联合施展传送大阵 将你们所有人传到岛上 每个人的位置 都是随机的 一个月之后 万象岛上会有阵法运转 将你们传送回来 现在开始念规则 第一 万象大比期间 不经杀伐 第二 在万象岛上 共有三十枚青龙令牌 以自身持有的青龙令牌数目多少 分出胜负 第三 此次大比 只有前十名 方能获得奖励 白发老者的话音刚刚落下 全场所有心境弟子 在沉默了促个呼吸之后 每个人的眼神 都开始闪烁起来 闪过了一丝悄然不可察觉的杀意 他们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是蠢人 这三条规则全部加起来 所谓的万象大比 就会变成一场弟子之间的互相厮杀 恐怕到时候 哪怕是之前以兄弟相称的朋友 都会反目成仇 秦南在听到这三条规则之后 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那股从他心底生腾起来的兴奋之意 在这个时候 变得更加浓郁 白发老者再度扫了一眼全场众人 到现在公布奖励 第一名 奖励九转经单一枚 第二名 奖励三转经单一枚 第三名 奖励一万颗先天单 以及一次一宝格挑选一宝的机会 第四名至第十名 则分别奖励九千 八千 七千 六千 五千 四千 三千颗先天单 此话一出 整个白玉道场 都陷入了一股巨大的死急 全场所有的心境弟子 一个个脸色长得通红 呼吸急促 就连心跳的速度 在此时此刻 都比平常快了足足三倍 要知道 他们这些心境弟子 来自洛河王国的各地 其中有不少弟子 出自于武道世家 身世显赫 但哪怕是这些弟子 他们都在此刻震惊了 这一次玄灵宗的奖励 简直是一股太大的手笔 虽然他们不知道 第一名的九转经单 第二名的三转经单是什么 但是他们只知道 能够成为第一名 第二名的奖励 这两颗丹药的价值 必然无比恐怖 这一刹那间 所有心境弟子的眼神 再度变了 他们每个人 看向四周的时候 眼神中都露出了 浓浓的戒备和杀意 仿佛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的对手 都是他们的生死大敌 在如此巨大的利益之前 所有人的心中 都生起了一丝疯狂和冲动 此时此刻 秦南依然处于震惊之中 当他从震惊恢复过来之后 双眼之中 都露出了一丝狂热 现在秦南最缺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 就是丹药 此次万象大比的奖励 哪怕是第十名 都有了足足两千颗先天丹 这两千颗先天丹 换算成为脆体丹 那可就是足足二十万颗脆体丹 如果他拥有了这二十万颗脆体丹 战神之魂将提升到什么等级 恐怕可以提升到黄极食品 甚至是传说之中 玄疾武魂的程度 最为关键的是 这还只是第十名的奖励 如果他秦南 获得了第三名的奖励 拥有了足足一万颗先天丹 那就是拥有了足足一百万颗脆体丹 没想到 真没想到 玄灵宗竟然拿出了如此厚重的奖励 很好 这实在是太好了 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万象大笔 我都必须要拿到前三 只要拿到了前三 那么在这玄灵宗内 我便能一飞冲天 秦南心中的兴奋之意 彻底爆开 让他瞬间豪气万丈 更是让他拳头死死钻井 眼神之中透露出来了一股巨大的坚定 第五十二章全场为敌 白发老者见到全场弟子 如此兴奋 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和轻蔑 开口道 好了 都给我安静下来 这一句话 含着莫大威压 如同一枚炸雷 全场弟子脸色都同时一变 心神俱阵 从刚才的狂热和兴奋之中 恢复过来 整个白玉道场 几乎在这一瞬间 像是泼了一盆冷水 变得无比安静 白发老者满意的点点头 道 很好 现在我们五位长老 开始启动传颂大阵 话音刚落 五位长老 没给众人任何反应的时间 当下大步一踏 一股棒驳 玄妙的力量 顿时汹涌而起 像是泄洪大水一般 全部灌入白玉道场之中 刹那之间 整个白玉道场 发生了惊人变化 只见到一道道璀璨的金光 从白玉道场下方升腾而起 宛如一条条粗大的蛟龙一般 朝前弯曲 扭动 逐渐结合一起 组成了一尊巨大的金光阵法 覆盖全场 传颂大阵 瞬间凝成 这个时候 五位长老的呼吸 都略带一点急促 显然催动如此巨大的阵法 及耗力量 白发老者深吸了口气 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漠 到现在传颂大阵已经开启 若要等传颂大阵真正运转 还需要半炷箱的时间 在这半炷箱的时间内 你们所有人 都不得随意走动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 都点了点头 满脸敬畏 哪怕是秦楠 在最初看到这尊巨大的传颂阵法时 也是满脸震撼之色 因为他这是头一次见到 如此玄妙的阵法 既然还有半炷箱的时间 那还不如打坐调息一下精神 到时候进入了万象岛内 必然是一番龙争虎斗 秦楠略为思索 便准备盘膝而坐 其知道 就在此时 一变涂生 一股强大的杀起 从白玉道场上 骤然冲起 没有丝毫掩饰 直接锁定在了秦楠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立刻将全场目光 都齐刷刷吸引过来 就连天空上 正在维持着传颂阵法的五位长老 都是微微一愣 随即垂目看来 秦楠脸色微微一变 立刻顺着这股杀气看去 发出这股杀气之人 赫然是林子霄 林子霄丝毫不在意全场的目光 以及五位长老的目光 仿佛他的眼中只剩下了秦楠 开口道 秦楠 这次我看你怎么嚣张 等进入了万象岛内 我必然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这一句话中 充满了无比僧寒的杀气 全场所有弟子 听到这一句话 立刻回过神来 露出了一抹了然之色 对于秦楠和林子霄之间的矛盾 在弟子之间 早已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唯一疑惑的 便是天空上的五位长老 林子霄他们自然认识 乃是他们这一次万象岛 重点关注的超级天才 可是这个秦楠 又是什么人物 才区区脆体五重的修为 竟然就让林子霄 发出了如此巨大的杀气 众目睽睽之下 秦楠面对着林子霄的威胁 神色不变 开口淡然道 是吗 吐出这两个字之后 秦楠不再吭声 转过头去 仿佛根本没把林子霄放在眼中一般 林子霄脸色当下一变 没想到即将进入万象岛了 这个秦楠 居然还如此嚣张 敢直接将他无视 难道秦楠以为在万象岛内 还有人能够帮他 林子霄嘴角顿时露出了磨狠辣的笑容 大声喝道 全场诸位 秦楠乃是我的仇人 只要你们能在万象岛内 将他杀死 我之前与诸位谈的条件 丝毫不变 丝毫不解 还望诸位同人 给我一个面子 斩杀这个废物秦楠 此话一出 正准备打坐调席的秦楠 心中骤然升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天空上的五位长老 则是再度一愣 疑惑更甚 接下来 在这白玉道场发生的一幕 立刻就证实了秦楠的预感 也让五位长老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只见到白玉道场上 三百多位心境弟子 此时竟然有着足足两百二十位弟子 爆发出来了滔天杀鸡 齐齐锁定在了秦楠的身上 仿佛正在面对自己的生死仇敌 这一刹那 整个白玉道场 杀气汹涌 无比寒冷 仿佛冬日来临 原本安静的白玉道场 在这一刻 也变得无比火热 哈哈哈哈 既然这个垃圾秦楠 敢得罪林子肖大哥 那么只要我在万象岛上碰上他 必然将他打成残废 交给您来处理 嘖嘖 林子肖大哥 为了杀一个垃圾 你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 我怎能拒绝 哼 区区脆体武重 竟然敢得罪林子肖大哥 简直无法无天 必然该死 哈哈 能够帮林子肖大哥杀人 这是我的荣幸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其他的心境弟子震惊了 就连天空上的五位长老 也露出了一丝惊涩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林子肖为了对付秦楠 竟然联合了足足220位弟子 一个区区脆体武重的垃圾 为什么需要如此巨大的队伍来对付 秦楠脸色唯唯一变 要知道纵然是面对武王强者之威 秦楠从来都面不改色 但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 220位弟子同时爆发出杀气是什么概念 就好像是有着220把明晃晃的大刀 染着鲜血悬挂在秦楠的头顶之上 随时随地都会落下来 让秦楠磨路可逃 无路可走 这一刹那 秦楠浑身紧绷 如灵大敌 浑身的血液 仿佛都被凝固 无法流动 林子肖看着这一幕 顿时发出了滔天狂笑 哈哈哈哈 秦楠 你完全没有想到吧 我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罪我的下场 等进入了万象岛 传送大战是随机的 哪怕你没有碰到我 但是你最后的结果 都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死 说到这里 林子肖的脸色 变得无比猙獰 同时 那对秦楠爆发杀机的 220位弟子 在此时也露出了 一丝细虐和轻蔑 看向秦楠的眼神 仿佛就在看着一句死尸 在他们眼中 只要进入万象岛 秦楠必死无疑 第53章随时奉陪 整个白玉道场 除去了这220位弟子之外 还有着80多位弟子 处于中立 这80多位弟子 此时都看着这一幕 眼神之中 悄然闪过了一丝对秦楠的怜悯 本来他们这80名弟子 之前也受到了林子肖的邀请 等万象大笔召开的时候 对秦楠出手 只不过 他们拒绝了 主要是因为 秦楠与肖清雪的关系交好 他们没必要主动去杀秦楠 免得瞻惹上其他的麻烦 最关键的是 已经有了如此庞大的队伍 他们更没必要参合进来 所以 他们这80人 就在一边 冷眼观之 然而在这个时候 天空上的白发老者 终于开口了 淡淡问道 林子肖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联合如此之多的弟子 对这个蝼蚁 进行封杀 事情发生到了这一地步 白发老者 于秦与李 都要过问了 只不过全场所有新晋弟子 都从白发老者的话中听了出来 五位长老完全没有把秦楠放在眼中 根本不可能去帮助秦楠 五位长老所需要的 就是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 林子肖如同变脸一般 脸上的争鸣 变成了尊敬之色 道 长老 这名秦楠 与我在功法殿斗舞 仗着自己的武技天赋 陷害于我 导致我如今被功法殿封杀 永生永世 都不得进入功法殿之中 此话一出 白发老者和另外的四位长老 眼神之中 都闪过了一丝怒涩 他们这抹怒涩 明显是针对秦楠 白发老者的语调 作然冷漠下来 像是一抹寒冰 道 好一个秦楠 区区脆体舞重的垃圾 居然敢陷害宗门的超级天才 所有弟子听令 进入万象岛之后 你们可以联合起来 随意抹杀秦楠 其余的四位长老 都点了点头 看向秦楠的眼神 无比冷漠 在他们五大长老的眼中 黄龙和林子肖 一直都是需要重点培养的超级天才 但是 五大长老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小小的秦楠 区区黄吉巴平武魂 竟然敢害的林子肖 终生不得踏入功法殿 终生不得踏入功法殿 这对于一个超级天才来说 简直无比残酷 由此可见 五大长老 是何其愤怒 如果不是此时正在运转传送大阵 他们这五位长老 恐怕二话不说 直接对秦楠动手 哪怕碍于门规 不能讲秦楠击杀 但是将秦楠打成重伤 那还是绰绰有余 林子肖听到这一席话 没有太多的意外 在他的预料之中 五大长老 必然是站在他这一边 因为在五道世界中 哪怕是玄灵宗内 只有真正的超级天才 才会遭受重视 那220名弟子 在这一瞬间 看向秦楠的眼神 变得更加戏虐 连长老都对你产生了杀鸡 你秦楠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 此时此刻 整个白玉道场上 在这巨大的金光阵法之中 220名弟子和林子肖 都是爆发出来了滔天杀鸡 像是一波波巨大的海浪 朝着秦楠抽打而来 不仅如此 天空之上 五大长老 悬浮而立 就像是五尊巨大无比的高山 杀鸡恐怖 朝着秦楠镇压而下 在如此恐怖磅驳的两道杀鸡之下 秦楠的身影 骤然变得无比渺小 如同蝼蚁 仿佛随时随地 都会被这两股巨大的杀鸡 直接给碾成粉碎 秦楠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在一开始 他遭受到了林子肖和220名弟子的杀鸡 浑身僵硬 血液凝固 而后来 他又遭受到了五大长老的气势镇压 导致他整个人 都无法再缘地站稳 仿佛下一刻 身子就会倒下 然而 这个时候 秦楠确实笑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秦楠突然笑了 他的笑容 带着自嘲 带着戏虐 更多的是一抹 深深的愤怒 全场众人 看到秦楠突然发笑 唯唯一愣 林子肖更是神色无比森寒 大声喝道 秦楠 你笑什么 哼 我告诉你 哪怕是你现在给我跪下 这一次 我也绝对不会饶过你 我笑什么 秦楠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 笑声也越来越大 哈哈哈哈 你居然问我笑什么 实在是可笑 你居然连我笑什么都不知道 秦楠说完这一句话 脸上的笑容 彻底化作了愤怒 他的这股愤怒 是对林子肖的 也是对全场220位弟子 更是针对天空上的五位长老 所有人看到秦楠脸上突然升起的愤怒 脸色都一呆 到了这种时刻 到了这种地步 秦楠脸上居然浮现出来了愤怒之色 难道秦楠不应该满脸恐惧 跪地求饶吗 就连天空上五大长老 也没有料到 这个秦楠 会爆发出愤怒之意 他愤怒什么 我一个小小的心境弟子 才不过脆体五重的修为 何的何能 让你们全部人都来追杀我 秦楠脸 你寒冷 如同炸雷 理由十分的可笑 你们为了帮助林子肖 巴结林子肖 所以就来对付我 想要杀我 这一切 凭什么 这就是秦楠的愤怒 自从秦楠进入玄陵宗以来 若不是因为林子肖 主动找他的麻烦 他根本不会主动去对付林子肖 更不用说 秦楠与这220名弟子 有什么仇恨 可是 这220名弟子 为了巴结林子肖 为了获得林子肖的好处 却公然对秦楠爆发杀机 将秦楠当成了自己的生死仇人 不仅如此 让秦楠更没有想到的是 玄陵宗的五位长老 居然公开支持林子肖 这一切 都凭什么 无缘无故 你凭什么就要杀我 简直可笑 白发老者听到这一席话 冷笑三声 道 凭什么要杀你 就凭林子肖的五魂等级 达到了黄级九品 修为达到了翠体九重 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 这就是武道世界 强者才能生存 垃圾只能去死 这一句话 让林子肖和另外的220位弟子 深以为然 在他们的眼中 秦楠就是一个垃圾 杀一个这样的垃圾 他们还需要什么理由 根本不需要听到这一句话 秦楠再度笑了 笑得无比细虐 曾经有一个人 就对我这样说过 垃圾只能去死 他当时想杀死我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被我给杀死了 我说这一番话 就是想问问 你们凭什么认为 我就是垃圾 秦楠这一问 出其不意 所有人都是一愣 就算我是垃圾 可是与你们 都无冤无仇 但是今日 你们是我为蝼蚁 对我任意嘲讽 甚至想要随意蹂躏 秦楠眼神 扫过了全场 无比犀利 到既然如此 现在我便将你们 所有人的面容都记下 若你们想要杀我 说到这里 秦楠的身后 八道光芒 汹涌绽放 一增高大的人形虚影 拔地而起 悬浮在秦楠的背后 仿佛蔑视全场 散发出来了一股绝强的霸气 这一刹那 秦楠整个人的气势变了 骤然飞扬 战役滔天 我随时奉陪 此时此刻 白玉道场上 一个人 对着两百二十名弟子 嚎笑嘶吼 就好像是一个极为渺小的蝼蚁 朝着苍天 发动战争 这就是秦楠 尽管他只是一个 紧紧脆体武重修为的存在 尽管他目前的武魂 才只达到了皇级八品 但即使如此 纵然面对两百二十名弟子和林子肖的杀鸡 以及五大长老的压迫 他也毫不退缩 无所畏惧 因为 他秦楠 是战神之魂之主 战神之魂 战天战地 无所不战 无所不胜 第五十四张紫燕花 全场所有人 都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们所有人 根本没有想到 在面对足足两百二十名弟子 以及林子肖和五位长老的威压杀鸡 区区脆体武重的秦楠 居然还能气势生疼 以一人之力 咆哮全场所有人 这个秦楠 是不是疯了 他到底哪里来的底气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全场在沉默了足足促十个呼吸的时间之后 林子肖率先回过神来 戏急返校 道 好一个随时奉陪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再跟你废话 到时候我要看看 你到底有着什么本事 其他的心境弟子们 立刻冷笑了起来 如果说在这之前 他们是因为和林子肖交易 看在林子肖和茉莉的面子上 才答应斩杀秦楠 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则是升起了对秦楠的厌恶 哪怕没有和林子肖交易 也会出手杀死秦楠 因为这个秦楠 实在是太过嚣张了 不是食物 不知悔改 天空之上 白发牢哲冷冷扫了一眼秦楠之后 随后大声喝道 现在传送大阵启动 这句话刚刚落下 白玉道场下方的巨大阵法 立刻喷出了一股滔天光滑 将所有弟子 全部包裹其中 等到光芒消散 白玉道场上的三百多位弟子 全部消失在了原地 看到这一幕 白发牢哲当下冷恒一声 满脸不悦 到 现在我们宗门 招收的都是一些什么弟子 区区黄及八品的武魂 竟然敢如此嚣张 若不是刚才在运转传送大阵 我早就出手 将这个秦楠 打成残废 其他长老 文言点头 脸上闪过了一丝利器 嘿嘿 不用动气 这个垃圾 如此嚣张 得罪了全场弟子 进入万象岛之后 他必死无疑 其中一位老者 开口道 听到了这句话 其他的长老和白发牢者 都忍不住点点头 心中对秦楠 已经判了死刑 算了 不必为一个死人生气 现在我们按照老规矩来 赌一赌 这次夺得第一名的 是黄龙还是林子肖 白发牢者开口笑道 其他四位长老 立刻纷纷出言 相互之间 开始了一场豪赌 万象岛 位于一座孤海之上 占地方缘千里 在岛屿的四周 常年被一种名为古青雾所笼罩 这种古青雾 呈现出一种古老的青色 与平常的白雾不同 其中蕴含了剧毒 饶是五王镜之上的强者 都不敢踏入其中 除此之外 在万象岛上 灵气充沛 腰兽无穷 其花一草 鼠不生鼠 更是充满了许多未知的危机和奇遇 乃是武者试炼的绝佳之地 正是因为这两点 玄陵宗历代长教 耗费极大功夫 在万象岛内布下一座传颂大阵 与玄陵宗白玉道场相互呼应 专门用来作为新晋弟子的试炼之地 此时此刻 在万象岛上的一处树林 天空中突然泛起了一道道 如同海浪般的波纹 紧接着 一道金光闪耀而起 一个人影 便突兀地从空中出现 掉落下来 这个人影 赫然就是秦南 秦南出现的刹那 立刻施展百旋八步 身形如同青烟 落在地面上 只不过 秦南刚刚落在地面 在一边的草丛之中 突然传出来了一道兽吼声 一头威风凛凛 霸气决然的猛虎 从中豁然窜出 速度飞快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秦南撕咬而来 这头猛虎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 翠体五重的修为 找死 秦南眼中寒光一闪 瞬间抽出腰间悬挂的大刀 一刀斩去 冰冷刀意 顿时撕裂而起 这头猛虎金黄色的瞳孔一将 整个虎区还未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便被这股强大无比的刀意 直接撕成了粉碎 化作了无穷的邪语 然而 还远远没有结束 几道兽吼声 再度咆哮树林 足足八头猛虎 迅速窜来 朝着秦南杀来 这个万象岛上的妖兽 居然如此之多 还不到五个呼吸的时间 就来了足足九头脆体五重的妖虎 秦南心中暗道一声 面不改色 身形骚然窜出 人刀合一圆满境界的刀意 瞬间汹涌而起 闪烁出来了无穷的寒光 将那八头威风凛凛的妖虎 全部包裹在了其中 持得呼吸的时间 这八头脆体五重的猛虎 全部都被斩杀 四周的树林 也安静下来 没有妖兽再度窜来 秦南却是没有丝毫放松 按道传送大阵 乃是随机传送 每个人降落的位置 都是不同的 所以 必须施展战神之童 看看四周有没有弟子 是我的敌人 秦南二话不说 战神之童释放出来 视线笼罩方圆三里 仔细观察 他之所以这般小心翼翼 那是因为他毕竟得罪了 220名新晋弟子 以及灵子肖 虽然秦南不怕得罪他们 但是以现在秦南的修为 若是碰上这些弟子中的强者 那么根本没有任何一战之力 看来运气还不错 这方圆三里内 没有任何一个新晋弟子 秦南松了一口气 就在他刚准备收回 战神之童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在这四周 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 那一株草 浑身晶莹 有半数之高 不正是巨灵草麻 而且 在那巨灵草的不远处 那浑身漆黑的树木 不正是古雷木 这种古雷木 完全可以练成各种防具 或者手势 具备静心静神 抵抗阴邪的力量 极为尊贵 秦南不断喃喃自语 眼神之中的精益 越来越浓 就在刚才那么一会 他透过战神之童 在两里开外的地方 发现了足足十几种天地灵物 虽然这十几种天地灵物 价值不高 但是足以证明 这个万象岛 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试炼之地 生长着无穷无尽的天地灵物 既然这个万象岛上 有着如此之多的天地灵物 那么我的战神之童 恰恰能够看到方圆三里内的 所有一切 这岂不是 我施展战神之童 不仅仅可以观察方圆三里内的敌人 还可以用来搜寻天地灵物 秦南想到这里 脸色逐渐兴奋起来 他之前还没有想到 战神之童还有这般妙用 很好 现在我可以施展战神之童 去搜寻那些 可以提升修为的天地灵物 秦南立刻打定主意 没有丝毫的怠慢 运转着战神之童 身形闪动而出 对于秦南来说 他现在的修为 实在是太低了 在整个万象岛上 根本没有兵点自保之力 何况还有林子萧和220名弟子 都是他的敌人 所以秦南的当务之急 并不是寻找青龙令牌 而是尽一切的努力 用来提升修为 接下来的时间 秦南开始了漫长的搜索 在这搜索天地灵物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两波心境弟子 只不过那两波心境弟子 一个葛修为都达到了脆体八重 实力强横 所以秦南就利用战神之童 将这两波心境弟子绕开了 不仅如此 在这过程中 秦南还找到了一个 绝佳的闭关修炼之地 灵气浓郁 十分隐蔽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发现 呼 连续施展了一个时辰的战神之童和百旋八步 现在体力有点不支了 得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秦南站在一棵大树上 喘着粗气 有些疲惫 施展百旋八步 其实对他来说 消耗并不巨大 消耗真正巨大的 则是战神之童 战神之童在施展的时候 会极其耗费精力 秦南休息了一个时辰 浑身恢复了精力 便重新站起身来 朝前飘出 只不过这一次 秦南在前进了不足三百米的时候 通过战神之童 默然发现 在前方三里之处 有着一处极为隐秘的池潭 在那池潭的中央 生长着几株花朵 花瓣腰逸 紫色绚烂 看到这几株花的刹那 秦南脸色微微一愣 随即浮现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道这是紫燕花 随后秦南回过神来 满脸兴奋 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前去 第五十五章月极斩杀 紫燕花 乃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天地灵物 取之花瓣 将之服用 不仅能化解百毒 还能使脆体静的修饰 突破境界 提升修为 这种紫燕花 对于脆体静的修饰来说 无疑是一种修炼圣药 所以秦南在看到紫燕花的刹那 都无法保持淡定 恩 秦南在前进了两里路之后 他身形忽然停了下来 眉头紧锁 因为秦南看到 在距离他三里之外 正有着一名弟子 以着极快的速度 朝着紫燕花所在的池潭 迅速赶去 这名弟子的目标 恰好就是紫燕花 这个人我有点印象 他似乎就是那想要击杀我的 两百二十名弟子中的一个 有着脆体七宠的修为 秦南暗道一声 眼中闪出了一丝冷光 这紫燕花 我是在必得 既然此人正好是我的仇人 如果他不试相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之后 秦南身形一闪 百玄八部施展开来 全力赶路 等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秦南比那名脆体七宠的弟子 率先抵达了池潭 这个池潭不过方圆十米 天地灵气 极为浓郁 在那池潭的中央 有着足足五珠子燕花 花瓣如同紫色的火焰 正在摇曳摆动 秦南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 并慰急着出手 采摘这五珠子燕花 半炷香时间之后 一名人影 攜带着棒驳静力 冲出了树林 落在了地面 这名人影 赫然就是秦南通过战神之童 所发现的那名弟子 这名弟子落地的刹那 并没有发现秦南 而是第一眼就看到了 池潭中央的五珠子燕花 整个人脸上露出了 一股巨大的兴奋之色 哈哈哈哈 没想到随便得到的一张地图 竟然能获得五珠子燕花 没想到我李长云 竟然有这般好运气 李长云忍不住狂笑而起 在这期间 他眼角的余光 一下子就看到了秦南 看到秦南的刹那 李长云脸上的笑容 骤然收敛 眼神之中顿时蹦出了一丝杀鸡 喝道 何人在此 李氏 秦南 等李长云真正看到秦南之后 瞬间就愣住了 对于新晋弟子来说 秦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尤其是秦南在面对 220名弟子和林子肖 五大长老为压之时 竟然还敢开口呵斥 更是让全场弟子 对秦南的印象更为深刻 秦南淡淡地看着李长云 并未说话 李长云在最初的愣神之后 随即忍不住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老天真是待我不薄 不仅给了我五珠子雁花 竟然还让我碰到了你 哈哈哈哈 只要把你给杀了 不仅能拿到巨大的好处 并且还能得到林子肖 和五大长老的刮目相看 李长云说到这里 变得无比兴奋 秦南的修为 只有区区脆体五重境界 哪怕这个秦南有着黄极八平五魂 掌握了人刀和一大成境界 也根本不是李长云的对手 所以在这一瞬间 李长云就在心中 给秦南判了死刑 满脸戏虐 只不过李长云根本不知道 他不是偶然碰到秦南 而是秦南早就发现了他的身影 一直在等他 秦南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好笑道 李长云是吧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就这么想要杀我 并且就凭你的修为 想要将我给杀死 是不是太嚣张了 李这个垃圾 竟然说我嚣张 李长云的脸上 顿时浮起了抹怒色 现在我就要你的命 说话之间 李长云立刻出手了 他整个身形 击射而出 一拳蕴含着脆体七重的力量 全部爆发而出 仿佛想要靠这一拳 将秦南给直接打成粉碎 百旋八步 秦南神色不变 身形一晃 变化作一缕烟雾 飘散而出 将这一拳轻而易举地化解 恩 好强大的身法舞技 竟然能避开我的一拳 李长云唯唯一惊 不过他很快又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 道 秦南 难道这就是你的底牌 现在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速度 李长云话音刚落 顿时仰天一声长笑 在他背后吸道黄光 绽放而起 一头巨大的老鹰 在他背后浮现而出 这赫然就是李长云的兽系武魂 迅雷狂鹰 哈哈哈哈 秦南 我的迅雷狂鹰武魂 最为擅长的 就是速度 哪怕你这门身法舞技 再过玄妙 也根本比不过我的武魂 现在我就配合我的武魂 施展我的杀招 让你碎尸万段 李长云狂笑一声 只见到他背后的迅雷狂鹰武魂 仰天思鸣 张开双翅 两道虚无的爪子 一下抓在了李长云的肩膀上 振齿而飞 刹那之间 在这迅雷狂鹰武魂的加持之下 李长云整个身形 速度暴涨 像是一道飓风 朝着秦南席卷而来 如此强大的速度 哪怕就是百旋八步 也无法将之甩开 秦南看到这一幕 索性收住了百旋八步 站在原地 眼神静静地看着李长云 李长云见到秦南一动不动 不禁兴奋地长笑一声 秦南 能够被我杀死 已经是你的荣幸 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的最强一击 爆裂崩泉 随着这一声长笑 李长云整个身形 顿时俯冲而下 一拳朝着秦南狠狠砸来 这一拳 比至上一拳 完全不同 在这一拳之中 不仅仅蕴含了李长云的 全部尽力 而且还有着一股爆裂的气息 仿佛要将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击打得爆裂开来 充满了极为强大的攻击性 如此一击 一般的翠体七虫 已经完全无法承受 爆裂崩泉 很好 今天我就要见识一下 翠体七虫的力量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秦南不退反镜 浑身战意盎然 腰间的大刀 立刻出鞘 人刀合一圆满境界的刀翼 立刻席卷了四周 无比肃杀 这一刹那 秦南出刀了 伴随着一道惊雷乍响 无数刀翼 化作一道寒光 从上而下 撕裂开来 同时在这一刹那之间 李长云的脸色 勃然一变 脸上的兴奋之意 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一抹巨大的震撼 你 你的刀翼 不是大成境界吗 怎么达到了圆满境界 啊 李长云震惊的话 还没说完 立刻发出了一道惨叫 只见到在这人刀 合一圆满境界之下的一刀 立刻将李长云的爆裂崩泉 直接斩破 无数的刀翼 立刻撞击在了李长云的身上 饶式翠体七重的体魄 在这圆满境界的刀翼之下 李长云整个身形 都被急飞出去 眨眼之间 浑身密布无数伤口 秦男 你竟然隐瞒了修卫 你居然达到了人刀 合一圆满境界 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我会找到其他人 会找到林子霄 到时候就是你的死骑 李长云尖叫一声 立刻催动五魂 迅速逃去 他内心无比清楚 有着人刀合一圆满境界的秦男 他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如果再打下去 他必死无疑 所以 李长云二话不说 选择了逃离 只不过李长云整个内心 都在不断滴血 那可是足足五颗紫燕花啊 这一下子全部都要便宜给秦男了 想逃 秦男看着李长云的背影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在下一刻 秦男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 无比锋芒 将全身的尽力 都注入手中大刀之内 三个呼吸之后 脱手而出 这一把大刀 羞的一声 标示而出 像是一头长龙 冲天而起 整个树林中 立刻汹涌起来了无数的寒意 这一招赫然是非空刀法之中 记载的唯一一招 百步飞刀 百步飞刀 一旦施展出来 百步之内 皆可斩杀 霸道蛮横 无法逃离 此时的李长云在逃脱了五六十米之后 发现秦男没有追上来 心中便松了一口气 凭着他的迅雷狂鹰武魂 再加上这个距离 哪怕这个秦男有着身法武技 也根本追不上他 感觉到安全之后 李长云立刻在心中破骂起来 这个秦男 真是无耻小人 居然隐瞒了修为 这种人渣 实在是该死 等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他 李长云话还没说完 整个人忽然一将 脸上露出了一抹恐惧之色 他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一把散发着凛冽寒气的大刀 破空而来 直接贯穿他的后背 将大刀上的刀翼 在这一瞬间将李长云体内的五脏六腑 全部绞碎 你 你 你 李长云艰难地转过头来 满脸震撼和恐惧地看着秦男 除了一个你字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刚才发生什么了 怎么一把刀突然破空飞来将他杀死了 这个秦男到底掌握了怎样的武技 拥有如此强悍的威力 一刹那之间 李长云想到了之前对秦男的蔑视 心中涌起了无数的懊悔 只不过他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任何后悔的机会了 在发出一道道凄厉的惨叫之后 李长云整个身子 掉落下来 彻底死绝 第五十六章在玉消冷 秦男看到这一幕 面色不变 他对于自己的敌人 从来不手软 看看这个家伙 身上有多少丹药 秦男走上前去 在李长云身上一阵摸索 掏出了两个玉瓶 打开一看 每个玉瓶内 都装着十颗先天丹 二十颗先天丹 这家伙还挺富裕的 秦男脸色为喜 毫不客气地将丹药占为己有 随后秦男没有拖延 迅速出洞 将那五珠紫燕花 全部采摘 现在回去之前 发现的那个地方 将这紫燕花炼化 秦男打定主意 施展着战神之铜 身形闪动 在过了足足三炷香时间之后 秦男来到了一处 极为隐蔽的石洞 这个石洞约两米高 非常狭窄 刚好供一人走过 等走到石洞深处 圆三十米的池潭 池水清澈 泛着蓝光 也有雅致 秦男拿出了紫燕花 将五珠紫燕花 同时捏碎 化作了一团紫色的枝意 放入了池潭之中 原本清澈的池潭 在这一瞬间 变成了紫色 无比浓厚 灵气澎湃 还带着淡淡香味 充满了一种异样的妖异 现在就来试试 这紫燕花的效果 秦男深吸了一口气 纵身一跃 跳入了池潭之中 然而 在秦男刚刚进入池潭的刹那 秦男整个人的脸色 骤然大变 秦男只感觉到 一股尖锐无比的恐怖疼痛 从他浑身皮肤之处传来 就好像是有着无数根细小的铁针 插入秦男的毛孔一样 疼痛可想而知 嘶 秦男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股尖锐的疼痛 让他的五官都扭曲起来 心中有着无数的声音 让他逃离这个池潭 脱离这股疼痛 不行 绝不能离开 这么多人追杀我 我必须要提升修为 哪怕是活生生疼死 也不能离开 秦男在这剧烈的疼痛之中 低吼一声 紧紧咬着牙关 让身体一动不动 接下来 时间缓缓流逝 秦男在这个池潭中 每多带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是对他进行一次极限挑战 一波波的痛处 更加强烈 此时此刻 秦男的大脑 就仿佛紧绷成了一根弦 他必须全力咬牙 维持这一根弦 因为只要稍有松懈 这个弦就会彻底崩断 五个时辰之后 石潭之中的秦男 已经浑身血红 像是被一把把的刀 给刮伤一般 虽然浸泡这种紫燕花的汁液 根本不会带来任何伤害 但是因为疼痛太过巨大了 导致肉体自动撕裂 当然了 秦男在遭受这股恐怖的疼痛之时 一股股磅薄的灵气 不断地涌入秦男的体内 淬炼着秦男的五脏六腑 浑身上下 这短短的五个时辰之间 秦男得到的好处 相当于释放五魂 苦修五天 继续继续 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 秦男咬着牙 不断在心中低吼 不断在心中咆哮 使得他双腿如同灌了千亿斑 毫不动弹 终于 在过了足足十二个时辰的时候 秦男的身体 骤然传出了一股玄妙的吸力 导致整个池潭中的紫色之意 被吸得一干二净 整个池潭的池水 再度恢复了清澈 与此同时 秦男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 终于慢慢平复下来 归于了平静 他的双目 缓缓睁开 这一刹那 秦男的体内 汹涌出来了一股庞大的劲气 赫然达到了脆体六重的地步 终于突破到脆体六重了 秦男吐出了一口气 脸上闪过一丝兴奋 下意识地捏紧拳头 感受着自身澎湃的力量 道不仅如此 我能够感觉到 我现在自身的力量 比脆体七重的都毫不逊色 只不过是因为境界不够 还无法突破脆体七重 要知道 平常一珠紫燕花 就足以让脆体净修饰突破到脆体七重 这次秦男一口气服用了五珠紫燕花 从中摄取的灵气 自然磅驳 才使得他的肉身 不弱于脆体七重的存在 如果再让我对上李长云这种对手 我只需要一招 就可以将他击败 秦男恢复了平静 他如今突破到了脆体六重 肉体更是相当于脆体七重的修为 对于力量的掌握 有了新的认知 譬如说脆体五重的修饰 一拳下去 一棵大树 只能碎成两段 现在秦男一拳下去 一棵大树 会直接榨成粉末 脆体六重的修为 自身内脏 堪比筋骨皮肉 对于力量的掌握 自然是更为精准 收放自如 好了 将那二十颗先天丹服用吧 看能否将战神之魂 突破到黄极九品 秦男没有耽搁时间 连忙释放战神之魂 将那二十颗先天丹服用下去 在紧张盯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整个战神之魂 毫无动静 这让秦男忍不住露出了抹失望 算上这二十颗先天丹 他已经服用了足足七十颗先天丹 这可是相当于七千颗脆体丹 如此之多的丹药 战神之魂竟然还未提升等级 算了 眼下最为重要的 还是提升修为 继续运转战神之童 去搜索天地灵物吧 毕竟我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脆体六重的巅峰 如果再寻找到紫燕花这种级别的天地灵物 那么我的修为 就可以突破到脆体七重 到时候 才有资格争夺青龙令牌 秦南打定主意 立刻走出了石洞 开始在这四周搜寻起来 在秦南搜寻的两个时辰之中 他没有发现任何的天地灵物 反而是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只见到不远处的树林之中 一个人影忽然闪烁出来 看着秦南 露出了一丝恶然 道秦南 怎么是你 你怎么也在这 这个人 赫然就是萧清雪的弟弟萧朗 秦南面色不动 他早就经过战神之童 发现了萧冷的存在 他之所以没有避开萧冷 第一是以秦南的修为 完全不惧萧冷 第二则是 由于萧清雪的关系 萧冷也不会对秦南出手 你的修为 突破了 萧冷立刻察觉到了 只不过他的脸色 一如既往 露出了一丝鄙夷 只不过 你就算突破到了脆体六重 也没有任何作用 你得罪了那么多的弟子 还得罪了林子霄 必然是死路一条 秦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道多谢提醒 说完之后 秦南没有逗留 转身离去 他懒得与这个萧冷 继续废话 见到秦南转身就走 萧冷微微一愣 脸色有点难看 没想到他被秦南 这么简单地无视了 微微犹豫了一下 萧冷咬了咬牙 道等一等 秦南 我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和我合作 合作 秦南转过身来 玩味地看着萧冷 萧冷察觉到他的目光 脸色如火烧 只好冷恒一声 道 如果不是看在 你是我姐挖掘的天才 现在修为又达到了脆体六重 能够帮上我一点忙 我才不会和你合作 是吗 秦南看也不看他一眼 当下道 既然如此 那就别合作啊 说完之后 秦南再度转身 坐视离开 根本没有丝毫兴趣 别 等等 见到秦南这一番态度 萧冷神色一变 不再废话 连忙道 这次合作 事关两枚青龙令牌 如果我们联手成功 我可以和你平分 此话一出 秦南脚步一顿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光彩 第五十七章 十大天才 秦南没有答应 而是淡淡问道 青龙令牌 你是怎么知道 青龙令牌在哪的 在这次万象大笔召开的时候 五位长老只告知所有弟子 在万象岛上 共有三十枚青龙令牌 并没有告知弟子青龙令牌 具体在何处 万象岛占地方圆千里 乃是一座巨大的岛屿 萧冷是怎么知道青龙令牌的 萧冷道 在这万象岛上 玄陵宗的前辈 留下了诸多的地图 这些地图上 记载了许多万象岛上的宝物 同样 有一种地图上 记载了青龙令牌 记载青龙令牌的地图 分别有着五块 每一块地图都能够获得两枚青龙令牌 说到这里 萧冷微微顿了顿 道 有传言说 只有将五张地图聚集一起 才能找到剩余的二十枚青龙令牌 秦南听到这一席话 心中立刻信了三分 之前他发现紫燕花的时候 乃是利用战神之童的威能 而李长存发现紫燕花 则是根据一块地图 秦南沉吟了半嗓 才道我们怎么合作 虽然秦南的当务之急 是提升修为 但是青龙令牌 他也是在必得 我本来拥有这块地图 但是被十大天才中排名第九的王蒙抢走了 萧冷眼中泛起了一道寒光 杀气腾腾道 你与我合作 这个王蒙我来对付 但是他身边还有另外两名脆体七重的弟子 到时候需要你跟我拦住他们 说完之后 萧冷立刻看向了秦南 其实这个时候 萧冷心中非常的憋屈 根本不想与秦南联手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十分鄙视秦南 非常看不起秦南 更何况秦南还得罪了那么多人 但是这一次 光凭他自己一个人 完全不是王蒙的对手 所以他被逼无奈 只能低下头 与秦南结成联盟 秦南没有回答萧冷的话 而是饶有兴致地问道 什么是十大天才 进入玄灵宗之后 秦南一直以来 都是在功法殿学习武技 或者是进行修行 所以对于这些 并没有什么了解 在新晋弟子中 一共有两个排名 第一个排名 则是两大超级天才 黄龙与林自萧 在两大超级天才之下 便是十大天才 萧冷脸上露出了一丝傲然 十大天才每个人 武魂都达到了皇级八品 有等级修为 划分名次 譬如我 就是十大天才第十名 说完之后 萧冷多看了秦南一眼 按道理来说 秦南拥有皇级八品武魂 也应该榜上有名 属于天才之一 只不过因为秦南 得罪了林自萧和 两百二十名弟子 已经属于将死之人 所以就没有被纳入其中 原来如此 秦南思考了一会 才点头道 行 那我与你合作 秦南没有过多怀疑 尽管他对于萧冷 虽然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相对于其他弟子而言 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毕竟萧冷乃是 萧清雪的地点 而萧清雪帮助他实在是太多 我还记得那张地图的路线 我们现在立刻出发 那里虽然有着妖兽镇守 但是也挡不住 王猛他们太久 萧冷见到秦南 答应下来 浑身气势立刻起来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施展出来了一门身法绝学 匆匆而去 秦南看到萧冷这般火急火料 微微摇了摇头随后跟上 两人在树林之中 行走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来到了一棵大树上 身形这才停了下来 只见到萧冷死时 瞇着眼睛 看向前方 低声道 现在别作声 等他们杀完妖兽之后 我们再动手 秦南点点头 气息收敛 眼神看了过去 只见到前方出现了一处湖泊 在那湖泊的中央之处 露出了一个石座 石座之上 摆放着两块玉佩 玉佩在这阳光之下 发出了淡淡的青色光芒 极为不凡 这两块玉佩 赫然就是青龙令牌 秦南眼神一移 便见到有着三个青年 正释放着五魂 不断地与湖边的妖手厮杀 杀气阵阵 将那清澈的湖水 逐渐染红 这三个青年之中 一名身穿金色长袍的高傲青年 一下子吸引了秦南的目光 只见此人背后悬挂着 黄吉巴挺的武魂 他的武魂乃是一把剑 只是这把剑通体兵营 像是一块千年悬兵凝聚而成 散发着阵阵寒意 不仅如此 这名青年手持着武魂兵剑 竟是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小城境界 每会出一剑 就有无促寒兵剑一席卷 使得一处湖水冰封 一头相当于 翠体七重的妖兽被斩杀 恐怕这个人就是王莽 人剑合一小城境界 再加上翠体七重的境界 和自身的武魂 他的战力已经可以斩杀 一般的翠体八重了 果然不凡 不愧是十大天才之中 排名第九的存在 秦南心中一领 但他的双眼之中 却是露出了一丝寒光 一丝杀意 这个王莽 秦南虽然不熟 但是秦南依稀有着印象 此人乃是林子肖 联合的两百二十名弟子中的一位 这时候 在王莽三人不断的杀伐之下 湖中的妖兽数目 变得越来越少 直到半炷香之后 镇守在这个湖泊之中的 十几头妖兽 全部一一被斩杀 其中还包括了一头 脆体八重的强大妖兽 妖兽全部斩完 王莽三人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一丝喜色 其中王莽身边的两名弟子 更是开口奉承道 恭喜师兄 贺喜师兄 展光了这群妖兽 可以取得青龙令牌 问鼎前十 王莽脸上露出了一丝高傲 赞赏地看了一眼两名弟子 道 我能取得这两块青龙令牌 其中也有你们的功劳 若是没有你们二人 我也无法从肖冷那个蠢货手中 抢到地图 所以你们放心 功劳我都会记在心中 等我飞黄腾达 必然有你们二人的好处 两名弟子 立刻大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潜伏在树上的肖冷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当下无法忍耐 发出了一道怒笑 王莽 你抢我地图 现在竟然还在这里骂我 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 出话之间 肖冷杀气滔天 整个人暴射而去 背后五魂生疼 竟然是一把剑 只不过他的这把剑 古仆大气 像是上古遗留的兵器 肖冷一出现 就直接施展最强杀招 一手抓着古剑 剑一爆发 只取王莽的人头 这突如其来的杀机 让王莽三人 立刻唯唯一争 随即王莽看清楚来人 当下不屑一笑 道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手下败将 之前饶了你一命 你居然还敢过来 既然你自己非要来送死 那么我就让你死 王莽丝毫不把剑冷放在眼中 冷恒一声 浑身寒气生疼 一缕剑意 立刻破空朝着剑冷展来 砰 两股剑意直接碰撞 爆开了一股巨大的劲气 王莽本来就是十大天才之中 排名第九的存在 比剑冷高出了一个名次 虽然两人之间修为境界相当 但是剑术之上的造诣 王莽掌握得更深 所以在这一招之中 剑冷突然爆发的杀招 轻轻松松 便被王莽化解 剑冷面色不变 双目死死地盯着王莽 道 王莽 你若不是仗着人多 怎能抢走我手中的地图 现在有胆子的话 我要与你公平一战 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 王莽满脸戏乐 道 谁和你单打独斗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要仗着人多欺负你 说到这里 王莽没有任何犹豫 杀法果断 当下命令道 我们一起动手 将这个家伙 彻底斩杀在此 另外两名弟子 听到此话 立刻凝笑一声 气势爆发 与王莽一起 直冲肖冷 一直隐秘在大树上的秦南 看到事情发生到这一幕 当下也不再隐秘 身形月初 淡淡道 你们三个人 欺负肖冷一个人 这可一点也不公平 既然如此的话 我与肖冷一起 和你们三人 分出一个高低 这一刹那 王莽三人的动作立刻一将 脸色微微一变 肖冷居然找了帮手 第五十八章独战王莽 王莽三人深深地吸了口气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说只有肖冷一个人 他们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肖冷要是找来了一位 天才弟子相助 那么这场战决的结果 就充满了悬念 胜负难分 必须要谨慎对待 然而 当王莽三人看清秦南的面貌之后 神色奇奇一呆 这不是秦南 肖冷找来的帮手 竟然是秦南 王莽不愧是十大天才弟子之一 很快就回过神来 仰头狂笑道 哈哈哈哈 肖冷 我还以为你会找谁来 没想到你居然找来了这个废物 不过我也要好好感谢你 把这个废物给我带来了 说话之间 王莽的脸色 变得无比兴奋 要知道在选灵宗的时候 王莽早就答应了林子肖 只要在万象大笔上 遇到秦南 必然斩杀秦南 只不过这一次万象大笔 每个人的位置 都是随机传送 所以王莽即使想要杀秦南 也找不到秦南的踪影 现在秦南就出现在他面前 他怎能不兴奋 此时不只是王莽 另外两名弟子 也变得无比兴奋起来 因为只要杀了秦南 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的好处 还能够获得林子肖的青睐 这让他们怎能不兴奋 肖冷对于这一幕 没有丝毫诧异 当下冷声道 王莽 少给我废话 现在给我把地图交出来 否则的话 直接开战 直接开战 王莽讥笑一声 仰起头来 满脸蔑视 道 肖冷 你和秦南这个废物联手 还想与我一战 我现在告诉你 念在你把秦南这个废物 带来的份上 我饶你一命 立刻给我速速离去 另外两名弟子 也满脸讥笑 完全不把肖冷和秦南 放在眼里 肖冷听到这一句话 当下脸色大怒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地步 王莽居然还这般嚣张 只不过还未等肖冷有所动作 一直没有开口的秦南 突然笑了起来 王莽是吧 听说你是十大天才之一 此话一出 王莽唯唯一愣 随即扬起头来 满脸傲然 道 没有错 我就是十大天才之一 排名第九的存在 秦南 现在你若是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可以只把你打成残废 留你一命 呵呵 秦南笑了笑 淡淡道 磕头就不必了 只不过我想问你一句 既然你刚才口口声声叫我废物 那么你可有胆子 与我单独一战 当然 如果没有这个胆量 那就不必废话了 这一刹那间 秦南面色无比冷峻 整个人的气势浑然一变 变得杀气腾腾 席卷四方 如果说在之前 秦南只是动了杀意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已经动了杀心 因为他与王猛之间 根本没有任何恩怨 但是王猛一见到他 不仅用言语羞辱 还想将他杀死 所以秦南也懒得废话 动了杀心 直接约战 对于敌人 不能有任何心词手软 然而萧朗 王猛以及另外两名弟子 听到这句话 脸色都齐齐愣住了 秦南居然想要单挑王猛 要知道王猛可是有着 黄极八平五魂 修为达到了翠体七重 还掌握了人间合一的 小城境界 在十大天才弟子之中 排名第九 比萧冷更甚一筹 秦南虽然有黄极八平五魂 但区区翠体六重境界 居然也敢与王猛约战 这简直是找死 哈哈哈哈 王猛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仰天大笑 眼神中充满了不懈和轻蔑 有意思 实在是有意思 一个废物 居然也敢向我挑战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出话之间 王猛大步一踏 气势辉弘 杀意汹汹 让人心惊胆战 萧冷看到这一幕 当下脸色大变 贺道 秦南你别乱来你根本不是王猛的对手 萧冷你不必来劝我 就算你劝我也没有用 秦南面色平静 道再说了 这一场战斗 输的人可不一定是我 此话一出 萧冷脸色立刻呆住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秦南居然还如此嚣张 等萧冷反应过来的时候 心里立即变得极为不爽 他明明好心好意地劝阻 结果秦南根本不听进去 甚至还说出了如此嚣张的话 这让萧冷心中岂能舒服 萧冷当下脸色一摆 冷冷道 既然你自己想送死 那我也就不管了 说完之后 萧冷整个人身形一跃 落在了一棵大树上 冷笑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时候 王猛脸上也闪过了一丝怒意 气急返笑 道秦南 你果然还是这般嚣张 不知天高地厚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着什么本事 敢在白玉道场 咆哮全场弟子 敢在我的面前 口出狂言 话音刚落 从王猛的身上 翠体七重的气势 顿时汹涌起来 不仅如此 八道皇光 同时绽放 一把通体冰晶的长剑 也缓缓悬浮而起 道挂背后 这一刹那 王猛直接释放了最强的气势 只不过王猛并未急着动手 他阴沉着脸 一步一步地朝着秦南踏来 似乎想要慢慢将秦南折磨至死一样 看到这一幕 王猛身边的两位弟子 都起起冷笑起来 满脸不屑 其中一人更是开口道 这个秦南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王猛师兄这一身的修为 就算是翠体八重 也照样斩杀不悟 李秦南有什么本事 一个废物而已 恐怕连王猛师兄三招都抵挡不住 另外一名弟子文言也忍不住 讥笑一声 道三招 我看一招 王猛师兄就足以斩杀这个废物 骁冷在一旁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没有开口出声 在他的眼里 秦南还不至于那般弱小 面对王猛 顶多只能支撑使招 就在这个时候 王猛的身形忽然停下来了 呲牙一笑 无比心悦 秦南 我上次新学了一门拳法 今天我正好就拿你这个废物 来试试我这门拳法的威力 话音刚落 王猛终于出手了 他整个身形 猛冲而来 刮动了无数的进风 呼呼作响 速度奇快 久近归一 久近战拳 王猛当下大吼一声 他浑身上下 仿佛涌起了九股不同的力量 全部汇聚一起 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拳力 隔着三米距离 直接朝着秦南 轰杀而来 此拳一出 就连骁冷和另外两名弟子 都是神色唯唯一变 因为光是这门拳法 就足以轰杀一般的脆体八重 久近战拳 名字倒是很霸气 但是就凭你这拳法 想要杀我 简直是天方夜谭 秦南面色不动 淡淡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王猛的大拳 即将落下的时候 他整个身形 忽然一晃 身法五纪 百旋八步 只见到在这一刹那 秦南整个身形 仿佛化作了一缕烟雾 四周飘动 诡异莫测 将这杀气腾腾的一拳 直接躲过 恩 王猛看到这一幕 唯唯一愣 骄冷和另外两名弟子 脸色也同时一愣 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掌握了如此高深的身法五纪 轻轻一晃 就将王猛这一记杀拳 如此轻而易举地躲过 王猛回过神来 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角 道 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一点点本事 只不过 你这一点本事 在无眼里 依然是一个垃圾 一个废物 书画之间 王猛气势狂飙 再度冲着秦南 凶猛杀来 第五十九章 全部斩杀 秦南面无表情 不畏所动 依然施展着百旋八步 毫无动作 要知道百旋八步 乃是身法五纪中顶尖的存在 况且秦南还将这门舞技 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百步画八步 他每一步踏出 都是一个玄妙方位 身形诡异 快如闪电 让人无法预测 无法捕捉 哪怕王猛无比强悍 他打出的每一招 依然被秦南 心而易举化解 时间过了足足半炷香之后 王猛再也无法忍耐 整个人的脸色 无比猙獰 低声吼道 秦南 有本事就给我来堂堂正正一战 别像缩头乌龟一样 只知道到处乱窜 这个时候 王猛已经又羞又怒 他是什么人 他乃是十大天才中排名第九的存在 区区一个秦南 竟然靠着一门身法五纪 就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其实这也不怪王猛 主要是王猛没有修炼任何身法五纪 就连他的五魂 都是剑系五魂 而不是李长云那般的迅雷狂鹰五魂 能够提升速度 自然无法追上秦南 肖冷和另外的两名弟子 看到这一幕 不经对于秦南的看法 有所改观 在这之前 他们都认为 面对着王猛 秦南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现在就凭秦南展露出来的身法五纪 就足以有一战之力了 哼 王猛 有本事 你就追上秦南啊 肖冷听到王猛的话 不禁觉得好笑 这个时候 肖冷对于秦南的态度 缓和了不少 至少秦南 也不是想象中那般 嚣张狂妄 目中无人 王猛听到这句话 脸色无比阴沉 没有反驳 在这样的战况之下 恐怕秦南是个傻子 才会停下身来 与他堂堂正正一战 然而 下一幕 秦南的举动 让所有人督大叠眼镜 秦南竟然真的停下了身形 满脸淡笑 看着王猛 道 既然你不想让我施展身法五纪 那我就不施展 来与你堂堂正正一战 肖冷看到这一幕 唯唯一呆之后 瞬间傻眼了 秦南 你一个你字之后 他被气得已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原本他刚刚对秦南有所改观 没想到下一刻 秦南就本性暴露 又变得嚣张狂妄 目中无人 难道这个秦南 就不知道 凭他的一身修为 与王猛堂堂正正对战起来 必死无疑 难道这个秦南 就不知道 他这样的举动 等于是送死 那另外两名弟子 看到这一幕 也齐齐傻了 没想到这样的生死大战 秦南竟然还死性不改 嚣张狂妄 王猛在起初的唯唯愣神之后 随后忍不住大喜 狂笑道 哈哈哈哈 秦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要是一个男人 就修要给我反悔 现在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王猛真正的本事 在这兴奋之中 王猛深怕秦南立刻反悔 当下大步一踏 直接施展他的最强一击 只见到王猛伸出大手 将他的兵剑武魂抓在手中 整个人的身上 一股剑意 当下汹涌起来 寒气逼人 一剑飞仙 冰冻三千 王猛大吼一声 他整个人的气势 直接攀升到了最高峰 身形一闪 一剑朝着秦南豁然刺来 从他的剑尖上 顿时一股寒冷磅薄的剑意 汹涌而出 仿佛要将这片森林的一切 全部都给冰冻 萧冷和另外两名弟子 几乎都在这一瞬间 打了一个寒战 萧冷更是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道 怎么可能 王猛 你居然将寒冰剑法 练到了最高境界 连这一招都施展得出来 在这震撼之中 萧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张口大吼道 秦南 快逃 然而这个时候 王猛却是发出了哈哈狂笑 想逃 现在想逃也来不及了 秦南 你本来依靠你自身的身法武技 可以与我周旋 打成一个平手 但是你却这般嚣张 竟然敢跟我正面碰撞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实力 王猛的气势 变得无比高涨 无比的意 仿佛在他眼里 秦南此时就是一个死人 不仅如此 另外的两名弟子 看到这一幕 都变得无比兴奋 他们两人 当然知道王猛这一件的威力 所以在他们眼里 秦南是插翅难逃 必死无疑 一想到杀死秦南的好处 两名弟子的兴奋情绪 越来越澎湃 连脸色都变得通红一片 然而 就在这一刻 秦南动了 他整个人的身上 一股恐怖的刀意 瞬间汹涌起来 霸道杀伐 磅驳浩瀚 不仅如此 在秦南的背后 霸道皇光 同时绽放 人形模样的战神之魂 从他的背后 顿时悬浮而出 立于半空 喷发出来了 一股股的霸道气势 不断灌入秦南体内 这便是秦南最强的姿态 悬挂战神之魂 吞吐人刀 和一圆满境界的刀意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肖冷立刻呆住了 让另外的两名弟子 也齐齐呆住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从秦南的体内 竟然爆发出来了 如此恐怖的气势 让他们的心中 都情不自禁地浮起 无数的寒意 王蒙脸上的狂笑 也是戛然而止 害声道 你这是 你这是 人刀何以圆满境界 怎 他的话还没说完 这个时候 秦南出手了 腰间的大刀 作然斩出 只见到一道 寒冷至极的刀光 带着棒薄浩瀚的刀意 朝着王蒙整个人 撕裂而来 就好像是有着一头巨兽 此时张开了血盆大口 将王蒙吞没下去 王蒙的心中 立刻浮起了无数的恐惧 忍不住大声嘶吼 寒冰剑法 给我杀杀杀杀 然而 哪怕是王蒙发疯般 施展出来了 寒冰剑法的最强一招 哪怕是他领悟了 这门剑法最为高深的剑招 在这一刀之下 都没有丝毫作用 根本无法撼动 直接被这股棒薄刀意 湮灭得一干二净 啊啊啊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 顿时响彻起来 王蒙整个人 在这一刀之下 直接被斩成两半 鲜血四射 焦冷和另外两名弟子 都面色无比震撼地 看着这一幕 他们现在的大脑内 都被震惊得一片空白 唯有那一闪而逝的惊天一刀 在他们脑海中 不断闪现 让他们浑身 如坠冰枯 寒冷刺骨 过了足足促十个呼吸的时间 肖冷终于回过神来 但是他的面色 依然震惊 行 秦南 你竟然掌握了人刀 何一圆满境界 你竟然将王蒙一招给斩杀了 另外两名弟子 听到这句话 也反映过来 他们看向秦南的眼神 不再有任何的激嘲不屑 只有浓浓的惊骇和恐惧 人刀合一圆满境界 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哪怕是林子肖 黄龙这般的超级天才 他们恐怕都没有掌握 人气合一的圆满境界 现在 秦南居然掌握了 不仅如此 他还靠着这圆满境界的刀意 施展出来了今天一刀 将十大天才排名第九的王莽 直接斩杀 陶 两名弟子 几乎同时反应过来 嘶声一吼 武魂爆发 施展出来了最强的修为 朝着远方顿去 面对这一招能够斩杀王莽的秦南 他们现在只剩下了恐惧 更别谈与秦南一战了 连王莽都死了 他们两个人 能是秦南的对手 萧冷微微一愣 他还处于秦南惊人实力的震撼之中 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脸色确实一变 道该死 居然逃得这么快 现在这两名弟子 都在这短暂的片刻 逃出了足足七八十米 哪怕是萧朗 现在想要追上去 都根本无能为力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冷冷的声音 想撤起来 想跑 这道声音 赫然就是秦南 只见到秦南双目泛着一丝悬光 死死地盯着这两名弟子 左手抽出了刀鞘 右手拿着大刀 进入人刀合一 圆满境界的刀意 再度汹涌起来 让整个森林 再度变得无比速杀 萧冷看到这一幕 唯唯一愣 下意识道 秦南 你想干什么 问出这句话之后 萧冷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南 到了现在 秦南居然还想要杀死这两个弟子 要知道这两名弟子 可是逃出了七八十米之外啊 哪怕就算是翠体九重的强者 降临此处 也无法隔着如此之远的距离 对这两位弟子进行斩杀 秦南才不过翠体六重的修为 哪怕拥有着人刀合一圆满境界的刀意 也根本不可能办到 非空刀法 百步非空 秦南长笑一声 浑身静气 刀意 在这一刻 都伴随着他手中的刀鞘大刀 一同汹涌起来 击射而出 刹那之间 只见到这把刀鞘大刀 像是两条蛟龙一般 从海中一跃升天 携带着一股磅薄的静气 速度达到了一股不可思议的程度 就仿佛在这树林之中 有着两道电光 在此刻一闪炸开 只见到那两名弟子 在发现自己逃出七八十米之后 两个人都忍不住松了口气 其中有一格胆大的弟子 更是满脸心有余悸道 幸好刚才逃得快 否则的话 今天我们两个死定了 另外一名弟子 也微微回过神来 忍不住道 是啊 没想到这个秦男 竟然恐怖如斯 难怪他如此嚣张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两名弟子的脸色 骤然一变 下意识地回过头来 他们这一回头 就看到两股惊天的刀意 直接站来 静如咫尺 让他们两个人 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抵抗 这时 两名弟子都满脸震撼和恐惧 连话都还没说完 就被这个空杀来的两股刀意 直接斩灭 此时此刻 整个树林 鸦雀无声 第六十章三半金莲 秦男看到这一幕 微微松了口气 随即体内传来了一股虚脱感 这让他整个人 忍不住瘫软在地 在与王猛一战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耗用了大半的尽力 现在又施展百步飞空 斩杀两名脆体七重的弟子 所以他也达到了极限 整个人的体内 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力气 至于秦男一边的肖朗 则是满脸呆滞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哪怕肖朗身为十大天才之一 肖清雪的地点 见多是广 定力非凡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给他带来的震撼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秦男不仅出乎意料地斩杀了王猛 还隔着八十米 用一把刀撬 一把大刀 将两名脆体七重的弟子 一招秒杀 这一切 哪怕就算是脆体九重的天才弟子 也根本做不到 肖冷深深地吸了口气 眼神忍不住朝着秦男看了过去 这个时候 他看向秦男的眼神不同了 如果说之前 肖冷看秦男的眼神 充满了鄙视和不屑 那么现在他看向秦男的眼神 则是带着一丝金句和敬畏 连王猛和两名脆体七重的弟子 都能被秦男斩杀 他肖冷在秦男面前 又能算什么 肖冷深深地吸了口气 小心翼翼道 秦男 秦男师兄 刚才你施展的那一招 到底是什么武技 竟然能隔着八十米的距离 将人给斩杀 秦男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道 别叫秦男师兄 以后叫南哥 肖冷被他这句话呛了一把 脸色长红 道 别以为你将他们战胜 我就会叫你南哥 难道你不知道 每个人的武技 都不能随便问吧 秦男没有过多追究 淡淡道 现在别傻站在这里了 速速将两枚青龙令牌取回来 你我一人一枚 肖冷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一想到青龙令牌 整个人又火热起来 连忙将青龙令牌取了回来 丢给了秦男一块 秦男拿着青龙令牌 端详了一会 随后放入怀中 便道 肖冷 有件事情 现在的拜托你 什么事 肖冷下意识问道 连忙又补了一句 你有事情 尽管说吧 毕竟这一次能斩杀他们三人 全部都是你的功劳 这一句话 发自肖冷的肺腑 秦男笑了笑 道 你去把他们三人身上的丹药 地图宝物 全部都给我拿来 记住 一定要全身上下仔细搜索一遍 连一颗脆体单 都不能放过 肖冷唯唯一愣 不过他连忙点头 在舞蹈世界中 将敌人杀死之后 占据对方的宝物 再正常不过 秦男看着他的背影 淡淡地补了一句 忘记告诉你了 他们三人身上的一切东西 都归我不平分 走在路上的肖冷 听到这句话 身形一个亮相 差点摔倒 秦男不经玩耳 心里不经舒服了不少 要知道在一刚开始 他可是经常被肖冷鄙视 虽然看在肖清雪的份上 秦男不和他计较 但是秦男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比较记仇的人 谁对付他 他就对付谁 随即肖冷回来了 带回来的战利品 饶视秦男 都忍不住微微吃惊 只见到在地面上 摆放着十个玉瓶 每个玉瓶内 都装着十颗仙天丹 不仅如此 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灵药 至少有着七八个 如若换成仙天丹 恐怕也相当于三十颗了 除此之外 一下子吸引秦男目光的 乃是两块地图 这两块地图 是用某种兽皮制成 上面绘画着各种线路 还带着一丝古老的气息 这一块地图 想必就是记载青龙令牌的地图吧 秦男拿起了一块地图 只见到在这块地图上 有一个湖泊 被圈了起来 上面画着一个令牌的模样 是的 这种地图 只有集齐了五块 才能找到剩余的二十块青龙令牌 肖冷说道 眼睛地盯着这块地图 看向秦男的时候 带着一丝期盼 不用多想了 这块地图归我了 秦男视若无睹 毫不客气地霸占了这块地图 开玩笑 王猛三人全靠他一个人杀死的 肖冷干了什么 除此之外 在与王猛的对决之中 肖冷还嘲讽过他 秦男给他分一块青龙令牌 已经极为给他面子了 秦男又拿起了另外一块地图 仔细地研究了片刻 他才对着肖冷道 你看看这块地图 上面标出来的一朵莲花 是指的什么灵药 肖冷凑过来一看 随后脸色一变 惊声道 三半金莲 这是三半金莲 通过这块地图 能够找到三半金莲 三半金莲 秦男眉头一皱 这个灵药 他还从来没有听过 肖冷深深地吸了口气 道 这下我们捡到宝了 所谓的三半金莲 你若是服用下去 不仅仅能够立刻突破等级 还能够增强你的感悟力 也就是增强5G天赋 这种三半金莲 若是拿出去拍卖的话 至少能卖出2000颗先天丹的价格 要比子燕花之类的灵药 都珍贵不少 说完之后 肖冷又眼巴巴地看着秦男 什么 秦男也微微一惊 没想到这三半金莲 居然如此昂贵 随后秦男定下神来 察觉到了肖冷的眼神 当下淡淡一笑 道 你不用想了 这块地图 也是我的了 不过嘛 看在你姐的份上 这一次 你可以选择和我一起去 采摘这三半金莲 到时候所获得的 依然照旧 两人平分 听到秦男的前半句 肖冷的脸色沉了下来 听到后半句 顿时惊喜道 谢谢秦男师兄 多谢秦男师兄 秦男点点头 随后道 现在不急着去采摘三半金莲 你先随我去一个地方 我要去提升一下修为 这一次收获了足足一百颗仙天丹 还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灵药 秦男自然要闭关修炼一番 这是因为 他现在的实力虽然看起来无比强悍 连王猛都能斩杀 但是距离林子肖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好的 肖冷当然不干忤逆 不过肖冷突然想到了什么 有点犹豫 道 有一句话 我现在非常疑惑 不知道该不该问 秦男看了他一眼 道 你问吧 肖冷咬咬牙 索性豁出去 道 我的确瞧不起你 但我不是因为你的修为瞧不起你 而是我觉得你太嚣张了 连林子肖都敢得罪 不仅是这样 你孤身一人 连五大长老全部弟子 也敢得罪 嚣张得无法无天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我其实就是不明白 以你的天赋 恐怕连十大天才排名第八的存在 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有这么好的天赋 为什么不能忍气吞声 你只要忍耐一下 就能风平浪静 要知道 你得罪了这么多人 还得罪了林子肖 哪怕是你有着这般高超的天赋 到时候恐怕 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秦男打断了 秦男看着满脸疑惑不解的肖冷 笑了笑 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所以打断了你 我只送你一句话 武者修行 全凭本心 我当初想要成为武者 想要强大 就是想要有朝一日 能够纵横世界 快一恩仇 无人能够欺压我 无人能够羞辱我 受万人敬仰 众亡朝拜 如果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我就要忍气吞声 那我为何要成为武者 我偏不低声下气 我偏不委屈求全 大不了一死而已 娇冷巍巍一呆 秦男瞥了他一眼 站起身来 淡淡道 这一番话 都是我说的废话 你不必当真 我之所以那么嚣张 主要是因为 就凭林子萧和那些弟子 哪怕还有武大长老 他们都还没有资格 让我忍气吞声 说完之后 秦男不再多言 转身走去 无所畏惧 我 ط的 吹是露呜